这是一个拥有魔法的世界 世界各国为了能源明争暗斗 于是在2045年时 爆发了长达20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人口锐减30亿 但战争并没有动用核武器 究其原因 此次参战的都是些硬核魔法师 21世纪末 各国便开始培养魔法人才 我们的男主斯伯打野 就是一人能杀穿整个战场的魔神 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妹妹 斯伯伸血 兄妹俩进入学校后 伸血不敢置信 他能守思敌军的哥哥 居然是备受排挤的劣等生 斯伯考试第一奈何时操不过关 于是只能以二课生的名额 入学第一魔法高校 伸血气的想放弃演讲 斯伯打野赶紧摸摸妹妹的脑袋 称自己也想到妹妹优秀的表现 伸血面上羞涩 熬一会儿才冷静下来 按照斯伯的指示 提前进入会场准备演讲 斯伯趁着这段时间在校内逛了逛 作为培育魔法人才的第一高校 能进入这里 就证明是魔法系的精英人才了 然而这所学校有很大的不足之处 这时 斯伯结识了学生会会长七草郑尤美 名字中带有数字 斯伯知道这是函数家族的人 郑尤美听见答的名字显示一愣 她似乎想说什么 却被急匆匆赶来的书记叫住 斯伯客气地告别转身离开 不久后 新生典礼开始 斯伯进入礼堂 临坐的两位少女 柴田美月与千叶艾丽卡 主动跟她打招呼 斯伯皱眉 居然又是喊出心事 台上会长郑尤美演讲完毕 深雪走上演讲台 见妹妹一如既往的优秀 斯伯欣慰地点点头 迎新会结束 柴田和艾丽卡邀请斯伯一起去班级 斯伯却说自己要等妹妹 柴田突然开口问斯伯 她的妹妹不会是深雪吧 柴田并不是从两人信事上看出来的 她觉得斯伯身上散发的灵力 和深雪身上的非常相似 斯伯一惊 虽然有蠢费 但她没想到柴田对灵力这么敏感 要是柴田再看得深层一些 自己的秘密可能就暴露了 就在她犹豫是否要动手的时候 深雪赶了过来 她身后还有一众学生会的成员 见格格身边站着两妹子 深雪面目改色地吃了口醋 斯伯赶紧打断施放 艾丽卡这个字来熟 立刻和深雪打招呼 真优美走了上来 斯伯问深雪 学生会的事情处理完了吗 深雪一犹豫 真优美表示没关系 别的事情可以之后再相谈 真优美身旁的副会长 却有些愤愤不平 她瞪了斯伯一眼 跟着真优美离开 深雪觉得自己牵连了兄长 没来得及道歉 先被斯伯撩头发给堵住了 柴田和艾丽卡陡然吃了口狗粮 兄妹俩返回住宅 斯伯看出妹妹心情不好 一问才知道 他们的父亲跟后妈 说是要庆祝入学 然而这给深雪发了消息 却无视了斯伯 这让胸控的深雪非常愤怒 一度导致魔力泄露 桌边都被冰霜凝固了 好在斯伯及时宽慰 深雪这才安心地靠在她怀里 第二天一早 两人前往老师的住宅 真似进门 就遭到僧侣们的攻击 俩人过来 是为了给教导体数的师傅报喜 毕竟考入了第一高校 这师傅继承了古式魔法 虽然能力强 本人性格却不太着调 盯着深雪暗戳戳地笑起来了 斯伯撂倒别的僧侣 立刻上前阻拦 你来我往之间 引得其他僧侣纷纷发出感慨 师傅摇头 斯伯这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深雪赶紧蹲下身 给哥哥擦汗 通过魔法科技 更换了俩人身上的脏衣服 他们在庙里吃完早饭 便前往了学校 见斯伯认真记录东西 差一天和艾莉卡 有些好奇地问他在干嘛 旁边的小哥突然开口 纯键盘输入 彻年头很少见了啊 这小哥叫雷欧 不是奥特曼 擅长收束系的硬化魔法 斯伯点头 他并不擅长魔法 主要研究方向是魔工技师 艾莉卡感慨 魔工技师的脑子就是灵光 他和雷欧也算是欢喜原价 俩人刚见面就争起来了 要不是上课及时打顿毒条 估计俩人还有得吵 不过这并不妨碍 他们坐在一桌吃饭 午休时 深雪匆匆赶了过来 他也想和斯伯一起吃饭 艾莉卡给他腾出位置 深雪同班的一等生却叫他 不要和烈等生那种杂草混在一起 雷欧一听 这能忍 站起来就要和说话的男生动手了 斯伯却端起参反表示 自己先走一步 深雪只能遗憾地目送斯伯离开 当天放学的时候 深雪被同班同学阻拦 那些人理所当然地认为 他作为一等生 是绝对不能和烈等生混在一起 柴田反驳 凭什么拆散深雪和大哥 深雪害羞无恋 拆散这话说的 斯伯不明白他为什么脸红 柴田一时口快 一句才入学 一等生和二科生 也没有太大差距吧 对方认为自己被挑衅 掏出枪就要攻击柴田 雷欧立刻挡在前方 艾莉卡一甩棍 打断了两人 七步之内 近战可不枪快 男生恼羞成怒 眼看事态 就要演变成群殴 这时想阻止事件的女生 立刻磨出手镯 斯伯原被枪阻拦的动作 突然停下来 深雪不解地看向兄长 夏艾苗 女生的魔法独条 被赶来的学生会长 和风纪委员打断 斯伯解释 这并不是违规使用魔法 只是他想 观摩一等生的枪械魔法 释放手镯魔法的女生 也并非攻击性魔法 只是普通的闪光弹罢了 风纪委员冷笑 这二科生行啊 不但能看出 没有释放的魔法术式 嘴皮子还很溜 黑的都要说成白的了 斯伯赶忙解释 自己只是个二科生 在这个入学期 就像精英分化优劣的学校内 他一个劣等生 又怎么敢隐瞒呢 深雪出来求情 会长也帮忙开脱 风纪委员魔力 这才认同了观摩的说法 临走前 这人还特意问了斯伯的名字 他表示自己记住他了 刚才挑衅几人的森齐骏 还是不服斯伯 他撂下狠话后 转身离开 反倒是差点放出闪光弹的妹子 上前给斯伯道歉 他叫碎香 他支支吾吾的开口问斯伯 能不能一起去车站 一行人放学归家 没忍住 聊起了碎香的手镯 这是一种名为CAD的魔法辅助装备 深雪又一个 负责调整的人 就是斯伯 CAD确实能被人为调整 但想要操控这玩意儿 还得精通基础系统 雷欧觉得 有这么个技能还是挺强的 这时 艾丽卡拜托斯伯 帮她看看自己的CAD 斯伯干脆决绝 她的CAD太过特殊 不好处理 艾丽卡挑眉 她可没说过甩棍 就是自己的CAD 没想到斯伯达 也一眼就看出了 艾丽卡的甩棍是中空的 需要注入响子才能使用 留有感慨 一直使用响子 这不是很累吗 艾丽卡摇头 只要在使用的瞬间注入就行了 非常简单 众人心里都清楚 瞬间注入响子打出效果 这可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水平 这学校果然是人才辈出 第二天 兄妹俩前往学校 会长真有美 上前叫住俩人 她约申学去学生会吃个午饭 申学看了一眼斯伯 答应了下来 午休时 她和斯伯一起进入学生会 斯伯申学漂亮的外貌 加上温和的气质 连学生会的女成员 都看呆了瞬间 当然 这次来并不只是为了吃饭 会长向俩人介绍了身边的人 除了昨天他们见过的 风纪委员魔力丸 还有三年级的会计灵姻 以及二年级的书记 钟条子 申学见风纪委员带了便当 于是决定明天也带午饭来学校 斯伯觉得很不错 风纪委员纳闷 这对话比起兄妹 怎么听起来更像是情侣关系啊 斯伯侧头看妹妹申学 要是没有学院关系 她的确会考虑与申学成为恋人 这下众人都闹到大红脸 尤其是申学 很难说她没有期待过这件事 很快斯伯就说自己只是开个玩笑 一顿饭下来 真有美终于说到了正事 她想邀请申学加油学生会 申学见斯伯点头 问真有美会长 是否知道斯伯的入学成绩 她认为 比起自己 兄长斯伯更适合加入学生会 斯伯一愣 反应过来后想阻止申学 申学却开口表示 能被邀请 她十分感激 不过她希望自己 能和斯伯一起进入学生会 强行捆绑的买一送一 会计灵音却一口否决 历年来 学生会的成员都是一等生 要想改变历史 必须重新修改学生会制度 申学只能做吧 不过会长 还是以书记的位置 邀请她加入 这时魔力却开口了 他们封纪委员组 还有个空缺没补上 要是组内自己推荐 就算是二课生 也不算违规 会长一听还真实 立刻就任命斯伯 为封纪委员 斯伯大惊 这还没问过我要不要来呢 会长打哈哈 开始给她讲解 封纪委员的任务 不难 就是负责校内巡逻 检查违规的学生 在斯伯锐利的视线下 书记小子顶不住压力 立刻将知道的都抖了出来 封纪委员需要阻止校内学生 因产生矛盾后激发的魔法斗殴 最好是在斗殴之前就阻止对方 斯伯立刻说自己实战不好 魔力没给她机会 表示实战由她负责 斯伯还想说什么 上课灵却想了 于是剩下的话 只能留到放学 下午的课是魔力操控 主要是控制物体在地面平移 埃里卡能迅速走一个来回 斯伯上手后 却觉得操控的速度太慢了 玩具学生会的邀请才是上策 下午放学的时候 两人抵达学生会 没想到学生会副会长刑部也在 他直接无视了斯伯 上前对身学打招呼 魔力起身 准备带斯伯参观学生会总部 刑部却阻拦了他 任命二科生出种杂草 为封纪委员 这不是丢了学生会的脸吗 封纪委员是靠实力阻止战斗 斯伯这种实力 地下的杂草 如何胜任这个工作 魔力却告诉刑部 实力分好几种 斯伯在头脑方面就很优秀 能在别人发动术士前 就读取对方的魔法 刑部大惊 最普通的启动术士 也有三万多字母 不可能有人能在瞬间读取出来 一般人确实不行 所以斯伯才被魔力看好 不但如此 他选择斯伯 还有一个原因 遏制副会长这种 歧视二科生的风气 然而刑部还是不同意 直接找会长真由美反过 这时 深血战了出来 他立刻为兄长名不平 斯伯的能力并非低级 而是学校的实测方式 并不适合斯伯 如果是实战的话 斯伯不会输给任何人 刑部当然不会相信 还认为深血为了掩护哥哥 抛弃了冷静 你一人也有三分气啊 你小子敢说我妹不冷静 斯伯的阿也直接上前 对刑部发起了模拟挑战 刑部气急败坏 答应了斯伯的实战模拟 深血有些内疚 都是因为他 才导致斯伯遇上这些事情 斯伯摸了摸妹妹的脑袋 并没有责怪他 倒不如说 他没有生气这种感情 所以深血替他反驳行部 他才会站出来 斯伯实战选择的武器是手枪 用来辅助他的输出 莫莉规定了 战斗期间不允许出现伤亡 刑部自信满满的模拟了战斗过程 他试图用最快速度释放CAD 在一瞬间震飞斯伯 只要手枪脱落 对方就失去战斗力了 随之莫莉一开口 刑部抬手 还没来得及释放CAD 他浑身一震 斯伯已经出现在他身后 刑部却失去战斗力昏倒在地 观战的众人已惊 深血却露出了鱼有熔烟的笑容 莫莉反应过来 赶紧判定胜者为斯波 打脸根本不需要动真格 莫莉问斯波 他是如何出现在对手身后的 斯波不裁 区区肉体速度罢了 深血这才告诉众人 斯波诗 从忍术师九重八云 莫莉吃惊 没想到斯波师傅这么溜 然而斯波攻击刑部并非忍术 他释放了响子波动 制造三个环 在同一时间攻击了刑部 魔法师能感觉到响子环境 刑部会晕倒 是因为斯波放出的响子 使刑部产生了晕船错觉 林莹疑惑 斯波有如此强大的处理能力 为什么他的实操成绩 会那么糟糕 这时 小子发现真似的CAD 居然是银角 会长有所耳闻 莫非是那位天才魔攻师 托勒斯希尔福的作品 那可是四叶草科技顶尖天才 第一个实现循环编程的CAD能人 斯波手上的银角 是天才定制的特化CAD装备 可就算有装备加持 斯波也没法同时释放三道阵动波才对 难不成 他一个人就计算出了所有坐标 实现了施法过程 这不就是大学生做幼稚园的体 降维打击吗 难怪他说学校内的测试不适合自己 别人只适合会走路 这人已经开始飞了 刑部被击败后 老实的对身雪道歉了 不过他还是拉不下面子 去跟斯波沟通 斯波一架打完忘记初衷 还是加入风机委员 莫利把他带到了办公室 看着乱七八糟的地方 斯波叹了口气 开始收拾桌子 作为魔攻击师 他可看见不得乱糟糟的地方 莫利感慨 那么强悍的实力 反而做了个魔攻师 斯波摇头 他的能力 也只能做个C级的魔攻师罢了 虽然莫利想用他的存在 遏制一等生和二科生之间的矛盾 斯波考虑的却比他多 高年级的二科生肯定不会服自己 更别说 被动了全力的一年级的一等生了 毕竟斯波不久前 才被一等生扔下了不服言论呢 两人谈话期间 巡逻的风机委员回来 回首的男生管莫利 较大解头 立刻挨了他一顿抽 这时两人视线落在了斯波身上 虽然没有说过排挤他的话语 不过 他们对斯波也不太相信 直到莫利告诉两人 副会长在他手上栽跟头了 两人吃惊 要知道刑部入学以来还没败过 他们顿时就觉得 斯波是个人才啊 学校给他们划分的阶级 莫利早就烦透了 好在真有美所在的学生会 包括社团组织 都不喜欢这处论调 在筛选干部的时候 由于挑选了 不会骑士二科生的成员 这对斯波来说 绝对不是难熬的地方 蓝主动对他示好 斯波这才接受了 封纪委员的身份 当晚 深雪带着CAD芯片找到斯波 他看了斯波和刑部的战斗 决定改变自己的战斗方式 委托哥哥帮自己更改CAD 斯波想让深雪思考后再更换 不过 在妹妹的要求下 他还是答应了下来 CAD牵连魔法 更换起来比较精密 深雪面红耳赤的脱掉了浴袍 只穿着内衣 等待机器扫描 斯波毫无波动 将CAD芯片改动完毕 深雪披上袍子越想越气 他一把抱住斯波 胸口蹭上斯波的后背 要知道 他脱外套这么害羞 斯波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难不成 他没把自己当异性看 斯波赶紧否认 这也不能看吧 深雪觉得 他和两位学节奏得太近 气鼓鼓地表示要惩罚哥哥 斯波被魔力给控制住 身体自动备份 弹出开始恢复 深雪当然没给斯波 造成什么伤害 只是让他重启了一遍罢了 不久后 校内迎来社团招新 魔力告诉众人 每年这一周都会非常混乱 好在今年 封纪委员顺利补上毕业生的缺口 不是原家不巨头 补上来的俩人 一个是斯波打野 另一个正是前段时间 不认可斯波的森奇俊 他都是一年纪新生任务 都是巡逻校内 魔力将封纪委员袖章和摄像机 交给两人 虽说封纪委员 可以不用申请使用CAD 但要是违规了 不但会被开除身份 还有接受更严重的惩罚 斯波想了想 直接借走了校内两台CAD 出了办公室 森奇突然叫住他 两台CAD是不可以同时使用的 然后他气鼓鼓地转身离开 斯波巡逻期间 埃里卡被社团包围 拉扯之中 埃里卡险邪当众走光 好在斯波及时出手 带着埃里卡冲到了角落 然而他还是不小心走光了一丢丢 被迫看了风景的真似 被他拽去 陪着挑选社团 一圈逛下来 埃里卡都不太满意 他总觉得 这些社团比赛 安排好了结局非常无趣 斯波却说 阎武就是这样 真正的武术都是杀人公 并不是展示给别人看的 这时下方突然起了矛盾 这两人埃里卡认识 女生叫沙耶香 是前年剑道大赛女子组全国亚军 男生叫彭源 前年关东剑术大赛冠军 男生表示自己不会用魔法 沙耶香毫不在意 他相信自己的剑道 斯波突然打开执法录像 前方两人一交手 男生立刻落败 沙耶香冷笑 这要是真刀 他打下去的可是致命伤 男生不堪受辱 掏出CAD开始读取术士 斯波预测到男生要用的是 加强刀的术士 他这一下 砍在女生护甲上 眼看攻击还没停下 真似立刻冲了出去 双手交握 手腕上的CAD启动 男生还没反应过来自眼前一花 斯波上前击落武器 将其反压在地 周围人大惊 二颗声 居然是风际委员 斯波护甲人过来 逮捕童元 童元手下的人自然不同意 纷纷拿上前找茬 结果一堆打一个 被斯波遛着玩 他甚至有空用CAD 打断这些人使用魔法的毒条 傻一箱本想上前帮忙 这时 剑刀部主将却拽住了他 主将意味深长地 看了一眼斯波 关于斯波这次的逮捕事件 摩利和会长了解前因后果 一致认为斯波做得没错 但真正判决的人 是管辖所有社团活动的负责人 石文字客人 他是函数名门中 石文字家的下一任家主 斯波看得出 这人是个厉害的家伙 摩利询问斯波 还有人使用了魔法媒 斯波想了想 被自己打断了几人 没有将他们牵连进去 之后斯波跟着雷欧等人聚会 雷欧感慨 面对B级杀伤力魔法 斯波不但没有受伤 还反打了对方一手 深血微笑 他最了解兄长的 他一定是用了施法妨碍 斯波宠溺又无奈 真是满不过深血呢 兄妹俩含情默默地对视一笑 雷欧赶紧打断 谁家兄妹这样对话啊 显然斯波并没有意识到哪里不对 两人紧紧相依贴到了一起 雷欧等人狠狠地吃了一口狗粮 他只好查开话题 问起施法妨碍 艾利卡有所耳闻 不过听说 要使用一种特殊的材料反磨石才行 可石头是军用物资 斯波并没有用它 他希望三人能保密 因为这个术士 是他偶然研究出来的魔法 三人看他的样子 不像是装出来的 斯波继续讲解 正常来说 两个CAD是无法同时使用的 所以其中一个CAD 使用反制魔法 另一个CAD 的祥子祥交 会在一定程度上 破坏对方使用魔法 众人还是第一次听说 这个技巧 雷欧有些好奇 为什么不能公布 斯波表示 这还在研究中 再加上 不用反磨石就能防止 别人使用魔法 一旦公布出去 很有可能动摇社会根基 斯波决定 没找到限制招数之前 他是不会对外公布 这种技巧的 深血却觉得斯波多虑了 毕竟能同时使用CAD 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更别说 在使用前先读取到 对方要用的魔法 这个技能虽然好用 估计也只有斯波一个人能用 社团继续招新 斯波在期间 被带着手环的学生袭击了 对方见没有得逞 便匆匆逃走了 而斯波的威名 也传遍了全校 不用魔法 就能打败 众多魔法禁忌者的 神秘一年纪 正好今天不用当职 斯波准备陪深血 去一趟学生会 上次见到我的沙耶香 去来找他了 他也是二课生 想单独找斯波谈谈 斯波将深血送到学生会 约好一会儿 在图书馆见面 斯波安抚地摸了摸 深血脑袋 他大概能猜出对方的来意 而一见面 沙耶香对他的帮助 表示了感谢 同时也邀请斯波 交入剑道部 斯波一口拒绝 沙耶香叹气 他告诉斯波 其实他不太喜欢风机委员 自从上次事件发生 就有一些风机委员 跑过来找查 因为剑道部做错了事情 想利用他们的把柄刷分 沙耶香觉得 魔法课高效 他也看中魔法成绩 却又不对二课生 开放魔法实讯课程 魔法实讯上 不如一等生 他理解实力不足 但因为魔法天赋 忽略和贬低他所爱的剑道 沙耶香无法忍耐 所以他们决定 组建一个非魔法的竞技社团 不同于社团联的 一个新组织向校方反抗 表达的态度就一个 魔法并不能代表一切 为此他需要同位二课生 实力强大的斯波帮助 斯波意外 他本以为沙耶香 只是个爱剑道的女生 没想到 他心里面还藏了这么多计划 斯波更好奇 沙耶香向校方传达了想法 后会怎么做 对方并没有想到这一茬 顿时愣在了原地 第二天 魔力打去斯波 在咖啡厅调戏沙耶香 人家小姑娘 给他逗逗面红耳赤 一旁的身血 突然寒气肆意 斯波赶紧表示 没有的事情 身血才冷静下来 斯波将沙耶香说的刷分 告诉了会长 魔力摇头 封击委员根本不计分数 恐怕是有人在背后营造出 封击委员利用诠释 欺压别人的假象 斯波直接询问幕后黑手 他们自然不知道 毕竟了解了的话 早就出手了 然而斯波问的 不是刷分 而是制造印象的这类人 比如说 反魔法政治团体布兰奇 会长大惊 他怎么会知道这件事 斯波没有回答 政府虽然封锁了这个消息 但却是有一批人 将魔法师视为眼中钉 政府不愿公布这件事 逃避对决 会长就是有心也无力 毕竟 魔法科高校是国立机构 而封闭消息 又是国家主导 会长愣住 没想到斯波会安慰自己 见会长脸红 深血的杀气再次溢出 斯波赶紧摸摸妹妹的脑袋 他在等杀一乡的回复 能做到的范围内 他是可以考虑一番的 另一边 班主任将斯波叫去 做心理测试 甚至问他是不是 在和杀一乡交往 当晚回家后 斯波将关于布兰奇的资料 调了出来 因为深血也是魔法师一员 再加上 斯波之前被袭击 看见了相同的手患 为了不让深血被骗 斯波说了一下布兰奇的情况 布兰奇组织一开始 诞生在平民之中 嘴上喊着 消除魔法师和普通人之间的骑士 然而私下做的 却是恐怖袭击的事件 消除的骑士 也并不是阶级差 而是不准让魔法师有高收入 深血不理解 虽然魔法师和普通人有天赋差距 但是要成为优秀的魔法师 就必须要经过刻苦的锻炼 无视他人努力成果 只要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真的能算是消除骑士吗 斯波也能理解 要不是他拥有别的天赋 或许也会在洗脑下 走进这个布兰奇 做着所谓平等的美梦 不过也正是这样 斯波看得更清楚 这个挑起这个组织的幕后使者 目的绝对不简单 一旦真闹起来 魔法师势力必然衰弱 一个国家的魔法师势力衰弱了 在战场上就彻底失去了话语权 所以这是一场国家之间的战争 血腰 第一次做反派 有点不熟练 是不是需要向美利坚学习一下 因为时操不过关 天才难逐 只能去劣等班 测试连做三次才合格 斯波不觉得有问题 柴田却不干 他的眼睛比较特殊 能看见魔术工程 通常魔法师释放技能有独条的时间 斯波却将原本繁琐过程压缩释放 所以学校的机器才测不出来 斯波点头 他却是压缩过工程 但这个方法仅有特殊时刻才可以使用 比如移动鸡蛋到隔壁桌上需要四个过程 省略中间虽然可以更快发动 但这样鸡蛋就会碎掉 不过把鸡蛋换成攻击 在战场上就完全不用减速 非常实用 但斯波学习魔法并不是为了战斗 他想用魔法去开发能源 所以启动式的魔法必须要学灰 好嘛 人家入学学的是精通魔法 斯波大爷满机会来看新手机教程 毫不担心别人给他打低分 柴田更佩服了 斯波居然这么有目标 他入学这里就是为了控制自己的眼睛 将来要做什么完全都没考虑过 斯波却知道自己并不是有目标 而是因为他不能使用魔法 却被造成了魔法师 就像是被人诅咒了一样 另一边 沙耶香找到斯波 表示他们不但要向校方传递理念 还想让校方更改对二课生的待遇 斯波问沙耶香想改变什么待遇 沙耶香却答不上来 斯波问他 是想要和一等生一样的课程吗 剑刀部和剑术车的资源分配场地使用是相同的 沙耶香说不出话 他问斯波 难道不觉得不甘心吗 谁想到 斯波本就对学术机构不够期待 他来这里 纯粹是为了校内的资料和文献 只要能拿到魔法课高校的毕业证书都OK 所以他没法和沙耶香的主张达成一致 斯波起身离开 沙耶香接起电话 当天下午 斯波刚下课 广播却突然发出动静 自称废除校内歧视的有志同盟 向学生会和社团联提出了平等谈判 斯波和申雪匆匆赶到现场 魔力等学生会和社团联 已经挡住围观学生 他们切断电源 防止广播继续 这群人脱了万能钥匙 死守内部 魔力打算动用强制手段 最快速度解决这群人 斯波问社联盟的识文字客人怎么看 他倒是愿意接受谈判 对于这种不讲理的要求 当面对峙 到对方哑口无言 起到沙耶镜牌的效果 不过眼下 广播室内的众人 没犯下大错 所以不能直接破枪逮捕 斯波却另辟袭警 他手上有沙耶香的联系方式 一通电话打过去 得知对方也在广播室 斯波便表示 社联盟和学生会都愿意谈判 他保证沙耶香的人身安全 不会被威胁 于是对方答应开门谈判 挂断电话后 斯波却立刻向摩利申请逮捕 摩利吃惊 刚才不是保证安全了吗 斯波面不改色心不跳 他只答应保证沙耶香 而且从没说过 是代表峰级委员和对方交涉的 你小子来阴的是吧 深血微笑 他哥心眼就是多 连私人电话号码的事都瞒着自己 见同学被逮捕 沙耶香傻眼 难不成斯波再戏耍自己 识文字却说 他答应了谈判 可听取要求和认同是两码事 郑友美赶到现场 他提议将几人先释放 所以他们转移了谈判阵地 事后 郑友美告诉斯波和申雪 塞下应选人的要求 是一等生和二科生平等 可问其具体要求 他们也没有目标 最后还想让学生会制定规则 这样一来 谈判又僵持不下了 最终 郑友美决定 在明天放学后 集中到礼堂举办公开讨论会 辩论赛就是正多时间 会长不准备给对方时间制定计划 但同样 他们也没有应对的准备 不过谈判人选已经决定好了 只有会长一个人 别看他温温柔柔的 逻辑辩论中 他可没输过 如果对方能说服自己 那么将方案纳入今后的规则 何尝不是一种双赢呢 于是有志联盟 开始四处宣传讨论会 斯波路过的时候 见柴田被人缠上了 走近一看 才发现这人他记得 之前袭击他的那个假货 对方转身告辞 柴田告诉斯波 这人叫斯甲 和柴田一样 有灵子放射光过敏症 他组建了一个 同样拥有这个病症的团体 跟柴田要不要来参加 柴田以雪月繁忙给拒绝了 于是斯波和申雪 找到了师父九重八云 斯甲就名为鸭野甲 是以前阴阳师的后代 贺茂家的庞系 九重并不是为了徒弟 去调查了斯甲 他可是忍术师 知道不少显为人知的秘密和背景 包括斯波 他也曾调查过两人 然而他们的情报藏得太深 九重一边说没查到 一边又一位深长的夸斯波 名不虚传 至于斯甲和布兰奇的关系 九重可太清楚了 斯甲的母亲再婚 南方那边有个儿子 是斯甲的义兄斯一 这家伙就是布兰奇在日本的领袖 还管着布兰奇下的步伐活动 斯甲就读这所学校 恐怕就是斯一指使的 估计明天的公开会 这些人会在暗中搞鬼 果不其然 废弃小屋内 沙耶香和团队的人混在一起 一人领了一枚戒指 第二天公开会照常举行 真有美一个人对战一群二客生 这些人在辩论上 根本就不是她的对手 莫莉看着会上皱眉 来了这么多学生 封纪委员的行动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感染 公开会几乎成了真有美的个人秀 她话锋一转 直接揭穿了校内的贬低言论 譬如 一等生被称为花 二客生却被叫做杂草 她一直以来都想消除这样的隔阂 这些有些二客生 自身都认同了这样的言论 在她看来 能就读魔法科学院的人 都是独一无二的 于是真有美公开表示 在她卸任学生会主席的时候 会提出废除学生会干部 只能由一等生担任的规则 这一番演讲下来 会场顿时响起鼓掌 有志联盟的人纷纷爆头 意识到自己落败了 这时校内突然发生爆炸 座位上带着布兰奇手环的人 纷纷起身 副会长行步 控制催烈弹炸开的气流丢了出去 面对斯波投来的视线 她傲娇的扭头不看 但恐怖分子的袭击并没有停下来 他们冲进大礼堂 被魔力给制止了 魔力接到汇报 有人入侵了科技大楼 斯波和深雪第一时间赶往了现场 校内发生 被大量恐怖分子袭击事件 雷欧和艾莉卡击倒了几个 深雪赶到现场将人放倒 这时 给斯波做测试的辅导员小野老师出现了 他知道那群人的目标是图书馆 并且逐力军已经进入内部 其中也包括傻也翔在内 作为老师 小野拜托斯波 再给傻也翔一次机会 这孩子从去年就在困扰二科生 和剑道部之间的落差 小野一直在开导 并暗中调查 只是没能来得及 斯波并没有答应 对敌人同情 只会对自己残忍 雷欧负责开路 这家伙的魔法构成比较老实 偏偏战斗风格还很适合他 于是斯波等人进入了图书馆 他开始感测图书馆内部的人群 不但观测到哪里藏有埋伏 甚至找到了特殊阅读室的死人 艾莉卡砸舌 在战场上 要是遇到斯波这样的对手简直头疼 那些人进入阅读室 估计是为了机密文献 艾莉卡抄起甩棍冲了出去 他负责开路 让两人尽快赶往特殊阅读室 斯波拿上银角 带着身雪迅速上楼 阅读室内的沙耶香很茫然 他只是想消除校内的骑士 为什么现在却开始研究机密文献了 盗窃文件的一群人激动不已 斯波和身雪突然闯了进来 开枪击碎了对方下载文件的设备 对方气急败坏要攻击斯波 身雪抬手 联手带枪 给他动的帮应 斯波告诉沙耶香 世界上并没有完全公平的地方 破坏他人而得到的美好世界 那都是虚假的 沙耶香不理解 消除歧视难道是错的吗 斯波难道不会被人拉去 跟优秀的妹妹做比较吗 深雪摇头 他不会看不起兄长 就算外界对斯波评价再差劲 他也一如既往地爱着斯波 同样也有别人能欣赏并认同斯波 深雪觉得沙耶香有些可怜 难道除了在魔法上 就没有人认可他吗 斯波此前不是夸赞过 沙耶香的剑术和资容吗 这些都是沙耶香自身的一部分 见沙耶香不接受 深雪摇头 到头来 最看不起二颗生的 还是沙耶香自己 这时沙耶香身后的人扔出烟雾弹 他们提醒沙耶香使用戒指 破魔石释放出了施法妨碍 斯波没有用魔法 直接用武力撂倒了几人 沙耶香趁机逃走 斯波并没有阻止 毕竟楼下还有个艾利卡呢 果然沙耶香一下楼就遇见了艾利卡 艾利卡早就想和他切磋切磋了 他丢下一柄真刀 沙耶香却拿起了一旁的铁棍 艾利卡箭撞便弓了上去 艾利卡动用了CAD加速 顺利斩断了沙耶香手中的铁棍 他让沙耶香用真刀和自己打 他要打破束缚住沙耶香内心的存在 沙耶香也看出来了 艾利卡的招数和渡边魔力相差无几 于是摘掉魔石就开始和艾利卡交手 但仅仅一招 沙耶香就落败了 甚至握刀的手都有些鼓励 艾利卡收取甩棍 他告诉沙耶香可以自满 毕竟他让千叶家的人拿出了真实力 要知道魔力也是千叶家门生 单论剑术 艾利卡甚至比魔力更高一级 这时沙耶香顶不住疼痛 陷入昏迷 另一边 斯甲也遭到了封纪委员的逮捕 很快骚乱就被镇压下来 醒来的沙耶香也将事情告诉了众人 一年前 斯甲就开始游说他家务组织 当时他又因为二等生的身份被歧视 事情还得从魔力说起 当时魔令带领封纪委员来处理骚乱 沙耶香见他十分强大 想要切磋 却遭到了魔力的拒绝 他说两人实力不对等 沙耶香的对手不应该是他 魔力傻眼了 他立刻解释 这个不对等说的不是沙耶香啊 单论剑术不用魔法 沙耶香的技术在他之上 所以他才让对方寻找新的对手啊 沙耶香终于意识到自己误会了 门外的童元叹了口气转身离开 没想到 只因为一场误会搞出这些事情 沙耶香懊悔不已 认为直接浪费了一年的时间 斯波却告诉他 埃莉卡认同了他的实力 这一年 沙耶香磨练的技巧并没有白费 沙耶香放声大哭 深血不忍地一开视线 斯波提议 既然知道了幕后指使者 他准备直接将布兰奇的窝点捣毁 魔力觉得这远超学生本分 真优美的意思 只将校外的事情交给警方处理 然而上交的话 沙耶香将被警方逮捕 不过对方是恐怖分子 识文字就算有意 也没办法将学生会和社联盟的人 带出去面对危险 斯波本打算一个人去 深血和埃莉卡等人纷纷加入 沙耶香不想让众人 因为自己面对危险 他表示自己愿意接受惩罚 斯波却说 他不是为了沙耶香 恐怖分子入侵了 他和深血所在的空间 为了深血的安全 他必须铲除这群家伙 而调查布兰奇的方向 就要看知道情况的小爷老师了 小爷手上 确实有布兰奇基地的照片 斯文子健壮 也加入了斯波讨伐的队伍 真优美也想加入 却被众人 以学校不能缺少会长给阻拦了 魔力也被校内与党的可能性留下了 这时 童元找到了斯文子 表示自己也要加入讨伐 这小子从初中就暗恋人家沙耶香 之前找查沙耶香 是觉得他的剑技迷茫了 得知是布兰奇破坏了沙耶香的剑技 他十分愤怒 不但是为了沙耶香 还是为了自己 斯文子这才同意了童元的加入 搞住声捣毁恐怖分子团伙 这事发生在斯波大爷身上 一点都不意外 雷欧艾利卡负责剿灭漏网之鱼 石文子和同源绕合袭击 斯波则和身血正面突击 一行直接驾车冲进了废弃工厂 工厂内看着荒芜人烟 斯波感知到屋内的埋伏 两人进了工厂内部 没想到布兰德的首领斯一 居然没有逃走 他居然就在原地等待斯波 他对斯波劝向言论不屑一顾 此前 他让斯甲袭击了斯波大爷 发现他不用反魔时 都能使用施法妨碍 于是决定将大爷这个人才拿捏到手 他摘下眼镜往上一抛 试图通过双眼控制斯波 可惜斯波一眼就辨别了他的技能 好成能控制意识的魔眼 不过是通过眼睛释放光波 对他人进行催眠的魔法罢了 沙耶香会产生错误的记忆 压根儿不是他自己误会了 而是斯波对他进行了催眠 对方抛眼镜也是为了引开注意 手上好操控CAD释放魔法 被揭穿后的斯一慌了 下令开枪扫射 然而身边的那群人手里的枪支 瞬间被斯波瓦解 为了底牌的斯一 惊慌失措地逃走 伸雪让哥哥去追击斯一 自己解决剩下的小喽啰 众人吓得后退一步 这时有人想袭击斯波 伸雪一挥手 男人直接被冰封倒地 斯波提醒伸雪 别为这帮人弄脏自己的手 伸雪微笑点头 却在斯波离开后 直接用广域动机魔法 冰封了这群伤害斯波的家伙 做完一切后 伸雪犹豫地看向自己的手 另一边 后门突袭的石温子和铜元也杀疯了 石温子在前方竖起盾牌挡住子弹 铜元带着满枪怒火 一刀一个 连劈带砍 将这群人撂倒在地 斯波赶着到房间内埋伏的人 他抬手一枪 那些人手中的枪支瞬间被分解 斯波走进房间 一群人围着他使用了妨碍施法 大量的反魔石 一次性出现 斯波看出来了 这群人的后台 是乌克兰 百俄罗斯 在分离独立派 资助这群人的估摸这是大亚联盟 斯波抬手洞穿这群人肩膀的大腿 斯一慌不择路 撞伤后门杀进来的铜元 见斯波撂倒了一群 铜元还开玩笑 看得不错啊 斯波哥哥 得知地上的斯一 就是布兰奇的头目 想起杀爷相受的罪 铜元气不打一出来 一刀砍断了这家伙的手臂 石温子进门给斯一止血 随后警方赶到 抓捕了恐怖分子 艾莉卡和雷欧 都没机会看到敌人 见斯波走了出来 伸血上前一步 手里捏着CAD神情紧张 斯波让他看被抬出来的家伙 可不就是 深血冻上那群人吗 明白斯波解开了 这群人的控制 深血才松了口气 哭到哥哥怀里 之后 斯波去医院探望沙耶香 因为记忆被篡改 沙耶香需要住院到五月 同样 剑刀部主将丝甲也在医院 考虑到四一特殊的魔法 上头不准备追究 学生的责任 所以 沙耶香也免除了惩罚 斯波刚出病房 遇上了四爷家的管家叶山 家主得知斯波这次行动 是为了保护深血后 并没有过多追究他的责任 五月份 兄妹俩前往医院 祝贺沙耶香出院 没想到童元也在这里 他和沙耶香的关系 似乎还挺亲密 埃里卡告诉两人 童元天天来探病 沙耶香就被他打动了 沙耶香的父亲任生 找到斯波表示感谢 斯波摇头否认 说自己没有做什么事情 人生感慨 斯波果然和封建说的一样啊 斯波打野一愣 封建 难不成 指的是封建少校 原来人生是退一军人 曾经听封建说过 斯波在战场上的事情 他这次来 也只是为了表达感谢 没别的意思 沙耶香见斯波过来 立刻打招呼 埃里卡看热闹不嫌事大 开始供货 问沙耶香为啥放弃斯波 转头童元 毕竟不论实力和脸 都是斯波占上风啊 童元差点没抽他两顿 沙耶香也承认了 他确实对斯波有过好感 仰慕强者之心 人人都有 但斯波太强大了 他再努力也追不上 这话一出 无论是深雪还是埃里卡 都沉默了 沙耶香话题一转 童元就不同了 就算要争吵 他们也能企图并进 埃里卡点头 于是又问童元 他究竟是什么时候 喜欢上沙耶香的 斯波立刻开口 什么时候不重要 童元在对抗布兰奇首领的时候 可是相当的帅气呢 于是气氛 一下就融洽起来了 斯波健壮 带着深雪先一步离开 深雪凑到他身前 表示会一直跟在他身边 就算斯波进不得再快 直冲云霄 也不会放弃 深雪知道 以斯波的实力 完全不用来学校上课 他担心斯波 是为了自己勉强上学 斯波摇头 他很享受和深雪 待在一起的日常 深雪这才松了一口气 兄妹俩手拉手离开了医院 隔壁就是骨科 要不咱们 这天 深雪和斯波在九重这边训练 斯波察觉到树林中有人 一声喝止 树林中走出来的人 居然是小野摇 九重这才告诉俩人 小野是他的学生 小野好奇地问深雪 是否要参加九校战 九重抢答 小野的身份 九重告诉俩人 小野是公安厅的秘密搜查官 目前在第一魔法科高校 做辅导老师 按入门时间算 他还管斯波教育生师兄 小野拜托斯波保密身份 斯波答应 同时也提出要求 下次发生类似布兰奇事件 小野要提前告知他 这天 斯波所在的班级 与隔壁班进行了足球切磋 斯波和雷欧配合打得很好 但让两人意外的是 班上叫几天干鼻鼓的男生 居然能接上他们的节奏 比赛结束后 两人主动去结交干鼻鼓 对之 嗯 单身久了 看什么都 其实 干鼻鼓也一直在关注斯波 对于能和艾莉卡走近的雷欧 他也很好奇 蓝吃惊 干鼻鼓居然还认识艾莉卡 这时 艾莉卡才溜达出来解释 他和干鼻鼓 算是青梅竹马的关系 这家伙从半年前就在躲他 干鼻鼓突然错脸 问艾莉卡为什么不好好穿裤子 艾莉卡还表示 这是体操服 雷欧斗然想起一个传闻 据说多年前 社会上有一些缺钱的学生 会穿着同款的体操服请求大叔 他话还没说完 就吃了艾莉卡 一记撩阴腿 下午 真有美告诉众人 全国九所 摩大富高的九校战 就要开始了 夏天的九校战 是体育型的魔法经济 因为事关学校面子 所以参赛选手 都是白领挑衣 由十文字那边 父子挑选 现在 参赛人选定下来了 目前缺少的是 技术方面的成员 三年级那边 都是实操型选手 不擅长调整CAD 二年级倒是有小子和五十里 然而五十里 也是理论派 调整不太行 真有免叹气 但凡魔力 能自己调整CAD 他们都不至于这么头疼 但这对魔力 太过强人所难了 意识到不妙的斯波 准备撤退 这时小子突然看向他 对啊 深血的CAD 不就是斯波调整的吗 会长一拍桌子 就要让他来 斯波拒绝 此前从没有过 一年级担任 技术人员的先例 规矩不就是用来打破的吗 斯波还是觉得不行 调整CAD 需要先来关系 他一个二课生 还有不少负面评价 不一定能得到队伍的信任 深血撒娇 要斯波替他调整CAD 会长便决定放学后开个会 斯波只好叹气答应下来 这时小子见斯波 把银角带过来了 他一向崇拜制造银角的谢尔夫 立刻将银角接来观摩 并激动地表示 自己超喜欢谢尔夫 隔壁深血突然手一抖 出现了失误 小子问斯波 谢尔夫是个怎样的人 斯波不理解 为什么他这么好奇 小子惊叹 那可是谢尔夫 用一年时间将整个CAD 推进十年的天才啊 面对小子的询问 斯波只好回答 可能就是普通的霓虹青少年 结果深血又是一个手抖 真有美见状 让小子先去做课题 最近他在研究 加重性魔法三大技术难题 热合融合炉 以及惯性勇动机 他都能达得上来 唯独泛用性飞行魔法无法实现 飞行魔法 需要每飞行一段 就覆盖新的魔法 一旦覆盖超过十次 就抵达了极限 所以长期飞行的魔法无法实现 小子不解 既然这样 为什么不直接取消使用中的魔法 然后再发动新魔法呢 这个想法被研究过了 实验还是失败了 真有美好奇斯波怎么看 斯波一口断定 研究组搞错方向了 没等交流结束 上课灵突然响起 既然只好先放下这个话题 等到放学后 真有美召开会议 激励举荐斯波 担任调整CAD的技术人员 对于二科事顿质疑生病没有消失 十分之合真有美决定 让斯波调整他们的CAD 可CAD一旦调整出错 会导致选手受伤 这时童元站了出来 测试题 是将童元自己用的CAD数据 复制到竞赛用CAD上 并且也不能出现任何改动 其实斯波不太支持直接复制数据 但考虑到这只是个测试 所以斯波测试了童元的双手后 开始用键盘更改数据上传 小子有些惊讶 二年级的50里起也很感慨 他告诉未婚妻 斯波的水平可相当厉害 可惜现场没几个能看懂 他在做什么 很快CAD调整好 童元适用后没有任何不协调感 这一生仍然存在 小子里排众议 极力支持斯波加入技术人员组 他知道对方刚才那一手有多厉害 见还有人反驳 副会长刑部站了出来 斯波调整的可是竞技用的CAD 能够让使用者完全没有不适计 已经很厉害了 所以他支持斯波加入技术人员组 见政府会长加上十文字都同意了 斯波便打破先例 加入了队伍 当晚 封建少小一通电话 搭进了斯波家中 他称斯波为特位 并递来了消息 第三眼狙击检修工作 需要斯波去调整 斯波打算明天一早过去 比起下周 他还要去一趟FLT 另一件事 是斯波要参加九孝站的事情 这次九孝站的举办地 距离军部演习场不远 那边的会场 有几次募集国际犯罪集团成员 封建委托杀一箱的父亲人声 调查这件事 这些人是香港的犯罪集团 无头龙成员 封建担心这些人盯上了九孝站 拜托斯波多关注一些 有情报会立刻控制斯波 当晚 深雪换身比赛的服装 斯波点头夸赞非常可爱 深雪突然发现 斯波居然漂浮在半空中 他意识到 斯波在研究的飞行术式成功了 见斯波再一次将不可能化为可能 深雪感到无比的自豪 斯波距离目标更进一步 他问深雪 要不要实施术式 深雪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他研究出来的飞行术式非常丝滑 没有任何间断和卡顿的感觉 斯波解释 这个术式主要是计算发动时间 人类的大脑很难处理一大堆数据 但是交给CAD这样的设备 去计算就会简单许多 操 电子魔法 赛博修仙啊 校内人人看不及的劣等生 居然是推动魔法装备发展的天才 斯波带着深雪 前往FLT实验室 一到现场 就被众研究人员围住了 众人齐齐喊他少东家 原来所谓的天才希尔弗 正是斯波打野的小号 牛山第一时间调来所有测试装备 流畅丝滑到没有一丝卡顿的飞行 让众测试人员撒了花的 在天上翱翔 兴奋不已的态度 感染了全研究室 斯波不愧是传说中的天才 他的研究改写了人类不能飞行的历史 测试人员甚至在空中玩起了抓鬼游戏 最后一行人全部累倒在地 斯波觉得CAD还需要调整 牛山却说没关系 斯波和深雪的想梁子 不是一般魔法是能比的 剩下的事情交给他就好了 两人聊完了调整CAD上的事情 斯波和深雪离开FLT 结果在走廊上遇见了父亲斯波龙狼 以及四野家的管家夜山 两人无视了斯波 只对深雪问号 这样深雪十分愤怒 偏偏夜山还说自己作为四野家的人 斯波不过是深雪的一个保镖 并且还是人造的魔法师 他只会对未来当家的行李问号 深雪身上的寒气瞬间一出 斯波赶紧把人搂住 并且告诉夜山 虽然他目前的身份是深雪的守护者 但不要忘了 他的母亲是四波深夜 以前可叫四野深夜 是四野家主真夜的双胞胎姐姐 想起哥哥被改造的命运 深雪泣不成声 斯波直接用身份碾了夜山 对方哑口无言 龙狼让他住口 就算怨恨母亲改造了自己 也不能对死去的人发泄 斯波摇头 他并没有怨恨母亲 被改造过后的他 根本无法拥有情绪 他感情剩下的就仅有一种了 斯波返回学校 同学都知道他入选了九校站 纷纷对他表示敬佩 实施大会上 深雪为众人佩戴小辉 他看着哥哥带着小辉的样子 心中也是非常的高兴 斯波作为技术人员 不只是调整CAD 推训练计划和作战方案 也会提出帮助 这次参赛人员中 碎香和北山都在 其他人见碎香 如此推崇斯波 忍不住打去两人的关系 当然被深雪一口否决了 就在斯波指导众人训练的时候 柴田却被庞大的灵力波动给吸引 他摘下眼镜前往教室 意外发现在练习召唤的吉田甘比谷 因为他的出现 数十失控后直冲柴田 好在关键时刻 斯波挡下了攻击 甘比谷立刻道歉 斯波摇头 就算他不出手 柴田也不会受伤 倒不如说 妨碍了甘比谷召唤的柴田也有错 柴田大惊 赶忙对甘比谷道歉 斯波看出甘比谷在召唤精灵 见被发现了 甘比谷不再隐瞒 斯波问柴田 看见的精灵是怎样的 柴田想了想 说出了灵力的颜色 甘比谷大惊 他居然能看清精灵的颜色 好奇之下 甘比谷盯着柴田的眼睛 越凑越紧 斯波咳了一声 要不我会彻底 两人这才尴尬的退开 甘比谷道歉 自己只是对柴田的水晶眼感的好奇 甘比谷解释 他们精灵魔法师 识别精灵就是通过颜色 话是这么说 可他们不能从视觉观察精灵的颜色 而是通过魔法 理解精灵的构成 每个派系看见的颜色都不同 需要自己在脑袋内上色 柴田却通过肉眼 将精灵的力量 以色彩形式区分开了 柴田这双眼睛 在甘比谷的流派 被称为接近神的眼睛 也就是水晶眼 斯波懂了 对于甘比谷来说 柴田是难求的人才 甘比谷点头 要是一年前 他恐怕会不顾柴田意愿 将他强留在自己身边 柴田害怕的后退 甘比谷解释 他已经不是霸总了 所以并不会那么做 并保证 不会对其他术士 提起柴田的眼睛 斯波也答应了隐瞒 随着九孝战到来 技术人员的车辆 莲莲感慨 此波太机智了 要知道 真有美 可是有魔炎这一特殊魔法 一般人见到他 可就挪不开眼了 不信 你看每次都上当地 副会长行步 同时 车内的花音和深雪 一个思念未婚夫 一个思念哥哥 偏偏俩人想念的人 都是技术人员 跟他们不在同一辆车上 见深雪愁眉苦脸 北山立刻冲了出来 对着深雪 将他哥哥好一顿夸 深雪这才高兴起来 眼看着 车内气氛融洽了不少 突然 一辆黑色轿车 从远处驶来 车内人抱着 同归于尽的心态 引爆了轿车 从高架桥 直冲行驶途中的大巴车 司机几时刹车 挡住了后方行驶的车辆 但前面朝他们滚来的轿车 根本没有停下 魔力和真有美 看出车辆上有别的魔法 立刻让众人停下攻击魔法 石温子能挡下车辆的冲击 问题是 他并不会灭火 深雪立刻承担了这个任务 他一抬手 CAD直接破开了车辆的魔法罩 冰雪瞬间将大火覆盖 石温子在出手挡下了撞击 深雪骄傲 不愧是斯波做的术士破解 这一次是有惊无险的度过了 魔力却看向在下方疏散的斯波 刚才破解防御的术士 难不成是他 随后 车辆驶入九孝站的宿舍 下车后 刑部朝斯波兄妹的方向看了一眼 童源从车上下来 见他脸色不太好 于是问刑部啥情况 这都要比赛了 刑部摇头 刚才他在车上无能为力 深雪却能跟上石温子等人的节奏 迅速将危机化解 虽说魔法式的强弱 并不能通过魔力判断 可现在一看 他居然连对战经验都比不上后背 这样刑部感觉到了挫败 童源开导他 斯波兄妹可不是什么常人 尤其是斯波 他绝对是真杀过人的 4月恐怖分子袭击案中 童源在讨伐队伍中 他对斯波的感受 就好像看见父亲 他会说出 魔法师强弱不通过魔力判断这话 想必只有每听见这个会很感动 给刑部闹了个大红脸 斯波告诉深雪 刚才的事故恐怕是认为 他观察了现场 车身上被施加了三次魔法 一次是爆胎 第二次是车身打滑 第三次就是使车辆 加速冲出高架桥的魔法 而事发者只有驾驶员一人 换句话说 这是一场自杀式袭击 深雪愤怒 太卑鄙了 斯波安慰他 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 本身就是卑鄙的 斯波因为有事先走一步 深雪诧异 为什么埃里卡会在这里 埃里卡微笑 她可是千叶家的人 这点门路还是有的 埃里卡不是傻子 虽然不喜欢 被别人指指点点千叶家的身份 但有关系为什么不用呢 这时柴田也出现了 看着对方脱离校服后的着装 深雪有些脸红 好 好大 距离酒校站 还有三天 今晚有酒校联谊晚会 深雪和柴田通过关系 混进晚会做女扶了 这时深雪也赶不过来 埃里卡嘖嘖摇头 斯波真是个不解风情的 面对可爱女扑装 居然都不夸赞一句 深雪解释 斯波平时不太在意这个 埃里卡却说 男生不都是很了解 什么cosplay吗 这话还是干鼻鼓说漏嘴 意识到深雪还不认识干鼻鼓 埃里卡匆匆跑去叫人 这时 碎香和北山野走了过来 一年级众人都想和深雪交流 然而顾及斯波的存在 众人都不敢凑过来 二年级的花音和五十里摇头 现在这些一年级的一等生 太以自我为中心了 斯波不打算惹麻烦 让深雪和碎香三人 回到一年级团队中 毕竟对内和谐相处 才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胜利 埃里卡带着干鼻鼓匆匆赶了过来 见出了斯波以外没别人后 干鼻鼓松了一口气 柴田和雷欧在后处打帮手 埃里卡有意拽着干鼻鼓 打发他作者作纳 斯波看出 埃里卡是故意惹他生气 在埃里卡的解释下 他才知道俩人会出现在这里 都不是他们自己做的决定 而是家里逼迫的 干鼻鼓看起来死气沉沉的 所以埃里卡一直在逗他 埃里卡觉得斯波有些冷漠 但也正是这份冷漠 让他能安心倾诉 他可不想要什么奇奇怪怪的怜悯 两人聊完之后 埃里卡有事先走了 一旁的深雪叹气 他哥啥都好 就是接触不到别人的好感 比如自己盯了他很久 就算斯波感知到了视线 也不能理解自己的心情 就在深雪盯着哥哥看的时候 隔壁也有男生盯着深雪凝视 哟 这不是老鼠人松钢吗 咋了 你也有深情难二的一天啊 这时有工作人员上台 按照惯例 每年九校赛 都会由魔法协会理事 九导烈演讲 可现在出现的人 居然是一名年轻女性 斯波一眼冻穿了真相 九导烈的视线和斯波对上 见暴露后 他彻底了伪装告诉众人 在场居然只有五人 看穿了他的魔术 要是自己是恐怖分子 那他们今天可就完蛋了 借此为题 他鼓励学生经济魔法的同时 别忘了熟练运用自己的魔法 斯波点头 识师族的宗师 果然名不虚传 这场晚会结束后 第二天就是比赛项目了 但新人战 还要等到四天后 北山推荐明天必看的比赛 是真优美的射击比赛 毕竟会长 对外还有个精灵狙击手的美名 这时新生们跑来 找深雪等人一起去泡温泉 虽然是女生 可面对深雪的美貌 和白皙的皮肤 众女生们 也是一阵心痴神往 红发少女感慨 刚才在晚宴上 隔壁第三高中的王子 一条蒋灰 一直盯着深雪看 难不成是一见钟情 深雪只从照片上见过蒋灰 两人并不认识 红发少女好奇地问深雪 是不是喜欢斯波那样的 深雪摇头 她和斯波是亲兄妹 不会有太多关系 所以香的眼神 陡然犀利了起来 另一边 甘比谷在修炼的时候 发现有歹徒的气息 她在一年前因为事故重伤 不然今年的九霄战名额中 必然有甘比谷的位置 甘比谷犹豫是去找警卫 还是自己出售后 她想起了斯波 于是她立刻拔腿跑向了歹徒 虽然扔出了术士 可对方却带着枪支 甘比谷一愣 歹徒手中的枪支突然被瓦解 最后 术士落雷打在三人身上 甘比谷回头 掩护自己的人 居然是斯波 比赛还没开始 就危机重重 斯波从车上下来 就发现有步伐分子在酒店附近 她感知到甘比谷也在附近 拔腿就冲了过去 见甘比谷的技能稍晚一步 便出手打掩护 成功放到三人 斯波见三人陷入昏迷 却没有致命伤 称赞甘比谷做得不错 甘比谷却认为 这是斯波掩护的功劳 斯波觉得她太较真了 指出甘比谷在以魔法发动速度 斯波看出 甘比谷冗杂的启动术士 施法慢并不是甘比谷自身的问题 而是她使用的魔法的锅 见甘比谷不相信 斯波告诉她 自己的眼睛能看清所有启动术士 甘比谷被震了一下 半信半疑的去找警卫了 逢间少小吐槽斯波提意见 在甘比谷身上看见了以前的自己 第二天就是九孝战的开幕式 这场比赛分为正赛和新生赛各五天 同样 今年关注热点无非两个 一高能否三连霸 或者三高会不会夺走冠军 正赛女子浪板预赛 是三年级的魔力参加的比赛 斯波一中一年级都在台边观看 所以像因为一个项目 不是斯波负责调食CAD 所以有些哀怨 斯波刚想解释 自己帮忙设置了战术 众女生纷纷摇头不解风情 太不解风情了 这时选手登场 埃莉卡看向魔力嘟囔了一句 真嚣张 魔力在场内人气非常高 比赛开始后 众人也明白 她的底气从何而来了 在一众选手中 迅速脱离干扰冲到最前方 同时释放了硬化魔法和加速魔法 让自己和冲烂板融为一体 叠加震动魔法 通过个体加速 飞快地在浪花上冲刺 斯波一眼就能看出 她同时使用了三到四种魔法 这场预赛 魔力以碾压姿态拿下了第一 无休 斯波前往封肩少小的房间报道 房间内是独立魔装大队成员 原来斯波打野的身份 不只是天才技术人员希尔福 更是世界仅有的50名战略魔法师之一 大黑龙野特位 魔装大队众人说起昨晚袭击者的事情 他们已经有头绪了 对方是犯罪集团无头龙的成员 袭击的目标还没明确 一有消息会立刻告诉斯波 不过当得知斯波 与技术人员参加九校战后 封肩好奇地问学生们 知道斯波是希尔福 斯波摇头 这目前还是一个秘密 与队员 腾林翔子问斯波为何不参加比赛 虽然他目前使用的设备都很简陋 但用上闪念师法打场比赛完全OK 更别说质量爆散和云雾消散这些技能 另一人摇头 云雾消散的杀伤性是A级以上 不能在九校战内使用 翔子告诉他 九校战可不止和人对战 还有对物体使用的战斗 封肩摇头 那都是被指定为军事机密的魔法 不能在众人围观下使用 斯波也并没这个打算 作为技术人员 还要出战是不可能的 很好 Flag已经立下了 从会议室出来后 下午就是真有美的射击比赛 虽然只是四分之一决赛 但真有美胜名在外 这场比赛的人气高得可怕 干壁谷受不了热力的现场 先回房间了 柴田也是戴了眼镜才能坚持下来 真有美一登场 就获得了所有人的欢呼 在对手仅仅击中四十枚目标时 真有美已经单手决胜 拿下百发百中的结果 当晚 深雪等人为真有美庆祝胜利 聊起今天的比赛 女子组这边棋开得胜 男生那边也顺利拿下了射击第一 就是刑部的冲浪比赛 因为CAD的调整缘故只是险胜 所以她明天一天都要去调整CAD 这样一来 队内技术人员就有些不充足了 于是 真有美决定将CAD交给空前的斯波调整 当然深雪将这件事转告给斯波 庆祝刚结束 深雪就找到了斯波的房间 得知情况后 斯波觉得时间太晚 决定放下手头的程序 先将深雪送回房间 深雪担忧打扰了哥哥 斯波并没有放在心上 做这种武器更蛮闹似的 现在还是深雪更重要 深雪娇羞地捂住脸 一把抱住斯波 对他来说 哥哥也是最重要的存在 斯波这次负责的CAD是会长的 会长让他帮忙压腿 见斯波是真没一点心动 真有美也送了一口气 说实话 他很欣赏斯波 不像别人在得知自己家时候拘谨的样子 他觉得 斯波这样的态度 就像关系亲密的弟弟一样 这次比赛 真有美毫无悬念拿下了优胜 下一场比赛是二年级的花音 参加的项目是兵主攻防 优先破坏对方兵主的人就是胜者 花音家族 精通远程震动魔法 轻而易举突破对方防御 震垮了对手的兵主 对手见识不妙 转防御为攻击 花音战斗相当果敢 拼的就是在击败前 先破坏对面的兵主 果然 这一场比赛 他成功拿下了胜利 等到几人返回营地 却发现 帐篷内气氛不对 疑问情况 书记灵音告诉众人 男子群防抢球比赛成绩不理想 他们正在重新计算 稳拿冠军的分数 统计下来后 正赛必须在女子浪板 男子兵主 幻井摘星 和密碑解码中获胜才行 也就是说 剩下六场比赛 必须有四场多冠 当然 新秀赛成绩也会影响总分 只是有些麻烦 斯波返回房间 发现昨天顺手做的玩具 被调整好了送过来 正好深血带着众人来找他 斯波将他扔到雷欧面前 问他要不要试试 雷欧当然不会拒绝 这个看似短刀的武器 实际是通过硬化魔法延长的 空出来的那一截 也是可以作为攻击手段 雷欧用起来赞不绝口 大赛第二天 是魔力的浪板四强赛 这次队伍中 有争夺冠军的最大对手 号称海上七高的学生 比赛中 魔力率先过弯 七高的学生在过弯时 没能及时减速 导致浪板失衡 朝着魔力撞了过去 魔力抬手施法 想接触这名学生 偏偏这时 他狡笑的浪板出现了异动 就因为这一点小变动 魔力虽然接触了女生 但自己也被冲击 带着飞出了比赛通道陷入昏迷 斯波第一时间赶了过去 等魔力再醒来 人在医院 天色已经近黄昏了 真有没守着他 见脑袋没撞出事 松了一口气 魔力伤得并不轻 断掉的肋骨 虽然被魔法接好了 保守期间 接下来的十天 他都无法剧烈运动 也就是说 幻境摘星的比赛 他不得不弃全了 七高那边 也因为超速犯规 被取消成绩 三高和九高进入比赛 好在那名女生并无大碍 魔力也不算白救了人 那个女生 要是以正常速度摔出去 不死也得惨 此后的魔法人生 也就废掉了 真有没告诉魔力 第一时间赶到 并发现骨折指导救援的人 正是斯波 斯波似乎察觉到了不对劲 魔力救人的时候 出现了不自然的平衡 真有没问起这件事的时候 魔力点了点头 真有没告诉他 当时三高和九高的人 并没有释放魔法 也就是说 这可能是来自场外人 释放的魔法 斯波已经从裁判那边 搞到的录像 正在加急分析 录像中可能出现的 场外施法者 他大致看了一下 便断定当时有人动了手脚 五十里很头疼 要知道 九孝战裁判也不是吃醋的 为了防止外部魔法 干涉导致比赛独公正 在场都有大量的裁判 和监控摄像 要是能直接逮到 施法者还好说 可从水面下手 就证明 由内鬼入侵了水底 能瞒过裁判和监控 可不是一般的难找 所以斯波 找来了柴田和干鼻鼓 因为人潜入水下 不被发现是不可能的 但是精灵就不同了 果然 斯波得到了干鼻鼓 肯定的回答 精灵确实可以通过 地下水源潜入赛道 然后在关键时刻 造成水面坍塌的效果 干鼻鼓能做到 但是这种远程操控 会让威力翻倍下降 最多扰乱水面 却不能形成 让魔力失衡的大浪 如果不是七高学生的失速 这点扰乱 不过是小小的恶作剧 斯波却说 那并不真的是事故 而是有人估计算计了 七高的学生 按照原本的轨迹线 对方应该减速了 赛场上却突然加速 撞上了魔力 斯波怀疑此人的CAD 被动过手脚 将减速效果 替换成了加速效果 于是七高的学生 顺利成章地撞上了魔力 只要计算去年的比赛成绩 就能算出俩人 一定会在过弯起见纠缠 这样动手的人 就能一举放到两名冠军后部 而对CAD动手的人 斯波不认为是七高的技术人员 他怀疑九孝战内部有内鬼 平时CAD都被各校严密看管 只有在赛前检查的时候会被脱手 斯波虽然觉得有可能 却不知道对方做了什么手脚 正赛只剩下幻境摘星 和密碑解码 为了完全保证总分胜出 两个项目都必须夺冠 同时 他们还得防备来路不明的袭击 真优美叫来了斯波和深雪 将比分的事情说了一下 目前 三高在他们身后死要不放 明天的新秀赛 要是被三高大比分获胜 再加上正赛幻境摘星成绩下滑 没有可能被对方反超分数 正赛的评分是新秀赛的两倍 所以学生会考虑了一番 决定放弃新秀赛一部分成绩 将重点放在正赛上面 真优美希望 深雪代替魔力 出席正赛的幻境摘星 斯波继续担当 深雪的CAD调整室 在比赛第九天到场支援 幻境摘星并没有准备替补 众人都相信深雪出面 就算是正赛 也不会输给别人 而深雪更加期待斯波的看法 斯波当然答应了下来 所以香的比赛在下午 斯波答应去看 他立刻就开心了起来 新秀第一场是北山的比赛 斯波替他调整了枪的CAD 见北山开枪毫不犹豫 林英将枪上的魔法告诉真优美 射击比赛中 刨出来的目标成立体正方形 斯波便在CAD中 添加了一个正方形范围 并标记了位置 只要北山开枪的时候 附加震动扩散魔法 每个点扩散范围在6米以内 范围内都能破坏目标 也就是说 北山只要扣动扳击 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将目标击碎 果然 时间还没到 北山就已经拿下了满分 这个CAD魔法是斯波原创的射击 但是想要启动这个魔法 也需要庞大的魔力支撑 北山的功劳自然是少不了的 只有美感慨 亏斯波能想出这种魔法 这次新秀赛 余子组在斯波的调整下 表现确实不错 但是男子组那边就有些糟糕了 接连落败 这个时候 真有美等人也意识到 伊高很缺技术性人才 斯波的调整 太适合女子组的心声了 北山握着调整好的枪 表示自己一定会拿下优胜冠军 半决赛 北山在规定时间内拿下了满分 而别笑的学生 就没有那么好的待遇了 这场新秀赛前三名 全部由伊高包揽了下来 众人都对斯波调试的CAD赞不绝口 斯波亚更没放在心上 这种程度的CAD 魔法大学那边也提出申请 以新魔法的种类 收录斯波原创的魔法 对于这件事 斯波拜托林茵 将名誉交给北山 北山立刻拒绝 这分明是斯波原创的魔法 魔力劝他 过度的谦虚不好 斯波却说 这不是谦虚 他只是不想将自己 不擅长独条这件事说出去 他倒是能使用魔法 但独条的时间太长 只有美赶紧安稳没事 现在比赛是开门红 另一边 三高也发现 新球赛不对劲了 一条蒋辉对新人赛 做出评价 北山的魔力强大 是不可否认的 不过其他两位胜者 蒋辉认为 他们能胜利 全靠调配CAD的技术人员 队友乔治 也认为一高背后 有一名实力超群的技术人员 而且北山的武器能看出来 是泛用型一体化CAD 这个技术 是去年发布的 去年的试验品 只是拼凑水平 远远达不到今天 在赛场上见到的成果 一高目前藏着那位CAD技术人员 蒋辉认为 只有四波的出手 调整装备 一定会做得非常难对付 至少做好设备 落后两三代的准备 就在他们讨论的时候 隧香的浪板比赛也在准备了 四波的出现 让隧香十分开心 否则调整隧香装备的小子 有些好奇 为什么隧香 要准备那么多光学的魔法呢 四波递给他一副墨镜 示意他继续看比赛 小子一抬头 发现三人都戴好了墨镜 此时比赛已经开始 小子则看向赛场 就见隧香 对着水面释放了魔法 光线瞬间爆发 刺得人眼睛生疼 没等其他三赛选手回过神 隧香一记绝尘 直接冲到了终点 拿下胜利后 他招着四波的手 嗷嗷打哭 都亏了四波 能想出这样的计划 一旁的身血 神色却有些忧丑 第一天比赛结束后 女子组的开门红 和男子组那边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十分自摇头 男子组缺个点难住 这样下去 明年九孝战 一高想获胜就困难了 另一边 藤丁地下 一个黑帮组织 做了九孝战的赌局 为了将一高拉下马 他们对魔力的比赛 动了手脚 可就是这样 也没能完全影响到 一高的总成绩 偏偏今年下注的人特别多 要是一高再获胜 他们这些做装的 不仅要赔上一大笔资金 能不能从老板手上 留下一条命都不好说 一旬更加明确了 要对一高下注的想法 当晚 斯波推开房门 深血居然在房间 深血的心情很糟糕 他知道斯波 拒绝了魔法大学的收录 他问斯波 是不是顾忌四叶真叶 四叶家对外界 封锁了谢尔夫的名声 为的就是不让斯波 和四叶家的关系暴露 以斯波现在的实力 一对一 击败叶之女王没问题 毕竟他的分解魔法 对真叶的魔法 有克制关系 可就算他击败了真叶 四叶家也不会服气 甚至会有藏得 更深的敌人出来 现在斯波能做的 就只有隐忍 这个我说 三年之气一到 深血难过地 扑进了哥哥怀里 并表示自己 永远站在他这一边 接下来的女子新秀赛 是北山参与的兵主攻防 由斯波负责 北山的设备调节 他换上了漂亮的和服登场 这个比赛 深血也参加了 但是他没有去赛场上 观看北山 毕竟两人会在 后面的比赛队上 深血不愿意 窥探北山的魔法 他觉得这样 对北山不公平 而北山 在这场战斗中 超场发挥 没有给对面 留下任何突破口 轻松 就将对方的兵主 破坏拿下优胜 紧接着 斯波在替深血 调制装备的时候 隋香看着他手上的魔法 现有了回忆 入学考试时 他和斯波兄妹遇见过 与庞大魔法力的深血不同 斯波的魔法赶紧利落 让隋香非常的欣赏 下午 是深血的兵主攻防 比赛对着装没有要求 深血换上了乌女服 就听见观众 传来大量的抽启声 然而比赛一开始 众人就将视线 从颜值 转变到了实力的关注上 真由美等人 看着赛场就是一惊 深血用的魔法 居然是冰岩地狱 不论对手如何挣扎 都只能看着自己的兵主 遭到炎热的魔法灼烧 深血只需要抬抬手 就能将剩下的兵主 完全碾碎 当晚的庆功宴 女子组们围着斯波连连夸赞 CD调试的真好 寂寞想的真不错 唯一一名 用男子组CD调试员 负责的妹子 遗憾的开口 真可惜 不是斯波提到小事设备 说不定自己也能获胜了 隔壁男子组大受打击 尤其是森齐骏 一气之下 冲出了晚宴 面对追上来的同伴 他立刻开口 明天的蜜杯解码 一定拿到优胜 证明一等生 就是比二颗生优秀 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的斯波 在送深血回宿舍的路上 遇到了三高一年生的 一条蒋辉和乔治 星红王子和原初乔治 这两人的存在 斯波略有耳闻 乔治对斯波的评价很高 认为他是九项战以来 最天才的技术人员 斯波觉得乔治谦虚了 13岁就发现初代码的天才 居然管别人叫做天才 斯波让深血先回房间 乔治告诉斯波 明天他们要参加密尾解码 得知斯波不参加 然人都有些遗憾 不过也放下狠话 他们一定是冠军 紧接着 碎香的比赛就有决赛 这一次 参赛选手都戴上了墨镜 斯波早有预料 他此前就拟定了计划 碎香上场后 虽然对手先抬一步 然而在过弯的时候 对方却突然减速 观众席的干屁股脑子转得快 一下理解了 墨镜会出现颜色偏差 碎香通过光线暗示 让那些人以为 转弯的通道缩小 从而提前降速过弯 碎香便趁着这个机会 一举超越 顺利拿下了新秀赛 浪板的优胜 而新秀赛的冰柱攻防 和射击赛一样 都是由一高的学生包了前三 大会决定 不举办决赛 让三人病人第一 龙发少女明知没有意见 她也不想和北山 还有深雪对上 立刻选择了弃拳 而北山却想试试挑战深雪 她不想放弃和深雪 堂堂正正的战斗 深雪也没有拒绝这样的比赛 两个实力强劲的 和封北少女遇上 双方都没有客气的想法 登场就只掐 对方面前的冰柱 北山见自己的波动 无法传递到深雪的冰柱上 立刻逃出第二台CAD 深雪惊讶 没想到北山 能交换使用CAD 不但如此 这一枪居然还是高级魔法 生子弓针炮 真有美被吓了一跳 可惜的是 深雪掌握了双五国度 那种强大的广域魔法 在冰火两重天的攻击下 北山面前的冰柱瞬间炸裂 隧香回到房间 北山这才敞开心扉 虽然早就做好回输的准备 可针对战后 没有任何还手的机会 北山还是毫不甘心 好在隧香安慰的及时 他决定好好磨练自己 另一边 斯波返回房间 将其昨晚遇见的一条蒋辉和乔治 蒋辉这人他有所耳闻 13岁那年作为志愿军加入防线 使用魔法爆裂 杀死了无数敌军 也是这样的战绩 才成为了一条家的新红王子 乔治也是位狠人 13岁时 研究并证实了假设中的原初代码 理论方面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天才 没想到两人互相认识 还都是三高的一年级生 斯波不禁 对参加密碑解码的森齐骏等人 感到惋惜 好在 蒋辉的暴力魔法 属于杀伤力A级的魔法 在大赛中是被禁止使用的存在 而且一高的密碑解码 第一场已经获胜 第二场是迄今为止还垫底的四高 正常情况下 是不会阴沟翻船的 斯波前往营地 就得知四高的人强跑 比赛刚开始 锁定了森齐等人的位置 一发攻城锤 将大楼锤坛塌 造成森齐等人重伤入院 现在裁判那边乱成一团 郑永梅表示 目前最糟糕的情况 就是密碑解码判定为 一高棋赛 斯波心说 参赛选手都入院了 不棋赛还能咋办 郑永梅却叫住了斯波 有几个问题想问 斯波大致能猜出来 是关于这次事故中 有没有外界干预 因为四高那边不承认 将攻城锤述式 写入了CAD 可如果是外界干扰 为何对方总盯着一高呢 有没有可能是春天那场 恐怖袭击的报复 斯波摇头 将晚宴歹徒袭击的事情说了 对这次比赛出手的 是来自香港的犯罪团伙 第一次当反派还挺刺激 这黑帮赌钱比较没节操 见比赛要输 故意整一高的学生 孙琪等人就是被牵连的 他们想让一高起全 一杯解码 这样一来 分数就能被削弱不少 当晚 新秀赛的幻景摘星 由穗香和另一个妹子参与 在斯波编写的CAD下 连人的跳跃不要太丝滑 别笑的学生骂骂咧咧咧 这种丝滑的操作 简直就是 柏拉斯·希尔福在调整CAD 小子愣在原地 他想起了北山手上的泛用性装备 冰岩地狱 生子弓针炮 双五国度 这都是A级以上的魔法 不是希尔福本人的话 真不一定能做到 再结合斯波之前说的青少年 小子觉得自己 发现了不得了的真相 幻景摘星的比赛结束后 学生会众人将斯波叫到了会议室 小子并没有问出希尔福的事情 史文字和郑友美有事拜托斯波 众人先对斯波CAD调整能力 表示了夸赞 真有美又说 这次比赛 就算密碑解码棋赛 新秀赛第二名还是稳坐了 但是他还是决定冲刺新秀赛冠军 不过最让人头疼的对手 是蒋桂和乔治 所以真有美希望斯波 能参加密碑解码 在实文字的谈判下 密碑解码的比赛推到了明天 并且可以更换参赛选手 斯波不理解 为什么要选择自己 我另认为 斯波的实力是足够的 斯波却认为 密碑解码 禁止肉体攻击 是纯粹的魔法竞技 并不适合自己 他立刻拒绝 还有参赛选手 抓自己一个二科生 兼技术人员参赛 这不是破坏队内团结吗 斯文字却指出 斯波是在找借口躲避参赛 以他的实力 完全能够参加比赛 要是担心外界人提出异议 在场所有的学生会成员 都会站在斯波这边 他尽管比赛就完事了 斯波愣了一下 这也没法拒绝了 不过剩下的两名队友 还没有候选 斯文字将决定权 全部交给斯波 斯波干脆把同为二科生的 干比谷和雷欧拽进了队伍 我立问他选择那两人的原因 斯波很干脆 他不了解参赛的一年级男子组 一天时间磨合 和设计对战方案 十分困难 干比谷和雷欧不一样 他对这俩人之根之底 而且斯波认为 这俩人的实力更强一切 正是选手重伤退赛 关键时刻 男主被力推成为参赛者 斯波这只队友一起参赛 雷欧和干比谷 自然不会拒绝斯波 密碑解码这个项目 他们都了解 要么让地方队伍无法战斗 要么破开密碑 将正确密码输入终端 破开密碑 需要潜入密碑十米范围内 释放专用的魔法 雷欧后卫的任务 是防止地方进入密碑十米范围内 无力打击不行 所以斯波将研制的CAD交给了他 至于干比谷 需要独挑的精灵术实 虽然在拥有CAD加速的 现代魔法面前有些难顶 但由于潜伏奇袭的话 这种极具杀伤力 和距离的魔法非常之香 所以斯波才推荐了干比谷 这话一出 干比谷更没理由拒绝了 第二天 三人代表一高出战 蒋辉和乔治都在围观斯波的比赛 斯波本就是战场老手 他飞快冲出丛林 抬手释放树法 将守卫的对手眩晕 当对方抬手想攻击的时候 斯波头也不会的开枪 瞬间打断对手的攻击 蒋辉和乔治一惊 居然是术士解体 营地内的真优美等人也震惊了 果然当时破开黑车防御的人就是斯波 这个术士可不简单 除了射程短之外 是目前投入使用的最强对抗魔法 但因为操作难度大 基本没有几个人会用 很快 斯波打开了密碑 他没有直接解密 而是转头离开 雷游通过CAD将对方击倒 干比谷释放精灵魔法 封住对方走位 斯波三两步 穿上了附近的巨树上 从背后释放共鸣击倒敌人 乔治看出 斯波是个有经验的老手 但他认为 比起魔法技能 斯波的强项在战斗方面 虽然术士解体很强 但最后的攻阵 只是打断了行动 并没有让人失去意识 乔治认为 是斯波的魔法强度不够 只需要警惕术士解体 和斯波的策略即可 蒋辉理解 换句话说 只要将斯波拖到正面对战 对方将不再有翻盘的机会 乔治断定 如果比赛场 在草原这种空旷点 蒋辉的胜率是99% 下午是一高的比赛 斯波不见半分疲态 破开密碑 击倒守护者 引开了追击者的注意 干鼻鼓成功靠着精灵 窥探到密码 另一边 雷娥也护住了自家的密碑 第二场比赛 同样轻松拿下 知道斯波身份的军医无语 不用分解就算了 闪念施法和精灵眼都不用 简直就是放海 想子倒是能理解 毕竟技能要保密 不过 在决赛要是遇上了蒋辉和乔治 单凭低性能的CAD 斯波估计会打得很吃力 下午就是决赛 斯波放弃休息 准备去看高三的比赛 结果在拐角发现了埃里卡 和一个陌生男人在吵架 仔细一听 对方居然是埃里卡的二哥 这个二哥和魔力正在交往 埃里卡一直不认同两人的关系 认为二哥和魔力在一起后就堕落了 箭术也不好好磨练 面对哥哥要求的道歉 埃里卡气得掉头就走 结果 看见了斯波兄妹 深血感慨 原来埃里卡这么喜欢自己的兄长 埃里卡气死 明明深血才是最胸控的那个 半决赛是第三高中 对战第八高中 比赛几乎是碾压的状态 从头到尾只有蒋辉一个人出手 除去暴力魔法 在防御方面 还有着和石温自家相同的移动装甲技能 面对扑面而来的碎石 不但不害怕 面不改色地往前走过去 那些攻击根本落不到蒋辉身上 真有没等人看出来 蒋辉是在故意卖破绽给斯波 让他们接受正面交锋的挑战 斯波当然看出来了 他也知道 对方给的这个破绽 确实是队伍目前最好的突破口 甘比谷等人叹气 刚才只有蒋辉出手 另外两人的技能他们都没看见 斯波根据乔治之前参加的比赛 大致推断出 他的技能应该是不可施子弹 这方面他有别的应付手段 接下来的比赛是第一高中 对战第九高中 有斯波在场 对方在迷雾缭绕的地区内 三两下就被撂倒 甘比谷窥探到密码 顺利拿下赛点 一高和三高一同进入决赛 比赛结束 甘比谷去天台放松 精灵魔法师需要沐浴自然气息 他在这里遇见了艾丽卡 艾丽卡问他能感觉到魔力吗 甘比谷试了一下 居然入了定 等他反应过来时 艾丽卡感慨 甘比谷比以前 被称为吉田家神童的时候 还要厉害了 他拍了拍甘比谷的后背 让他比赛加油 最后转身离开 斯波找到小野老师 帮忙搬运了装备 并且委托 他却调查了无头龙的情报 只要钱给到位了 小野答应 资料一天就能给他搞到 另一边 乔治断定斯波的杀手锏 是术实解体 一定不会放过正面突破的机会 他肯定这三场比赛 三高赢定了 小野运来的装备是两件斗篷 斯波特意给甘比谷和雷欧准备的 上面附带了魔法阵 专门来对付不可视子弹 装备也通过了检查 确认并不违规 这次比赛 确实是在草原进行 这对于擅长炮击和爆炸的蒋辉 是天然优势 斯波却认为 蒋辉太关注自己了 一旦被拖到近战 虽然不能用魔法 但他还有别的取胜方式 斯波一边锻炼一边琢磨 这要是在真正的战场上 蒋辉没有限制的情况下 目前的自己还真不是他对手 这时 身血地雷毛巾 他有些犹豫 斯波的力量和技能 因为太强 被下了限制 而维持这个限制的人 正是身血 不过身血认为 斯波不会输给任何人 被妹妹这么说了 斯波只想着如何赢了 下午比赛正式开始 雷游和甘比谷 尴尬的摸了摸长袍 三个人中 只有斯波这个前锋没穿 两人都可以想象到 埃里卡嘲笑他们的样子了 柴田摘下眼镜 发现大量精灵 围在甘比谷长袍外 乔治的魔法 虽然没有穿透力 但也不是普通斗篷能挡住的 所以 他怀疑那两件斗篷绝不简单 这还没开始比赛 他已经被摆了一刀 蒋辉不觉得两块 不能改变结局 九岛烈对斯波的存在很感兴趣 也来到现场观看比赛 很快 两边拉响战斗 蒋辉放出的启动式 被斯波全部挡下 两人一边用枪 一边朝对方走去 见斯波破开了树式 观众们纷纷欢呼 真又没等人看得更明白 越是靠近 斯波就越需要将精力放在防御上 他几乎没有攻击的时间 而蒋辉却可以不断攻击 只要斯波出现了一个失误 他就能瞬间翻盘 乔治也很吃惊 之前比赛 斯波只用了术式破解 和无系统震动 短短两个小时内 斯波居然又用上了震动系魔法 乔治让队友守住后方 自己撑着蒋辉和斯波对决的时候 一口气冲向了战斗区域 斯波刚要阻止乔治的行动 蒋辉打出术式 斯波镂空了一个技能 翻身夺过后 他启动了精灵眼 提前读取了蒋辉放出来的子弹方向 魔装大队的军医感慨 撤下藏不住了 翔子觉得还能瞒过去 毕竟现场没几个认识精灵眼 说是第六感 大家可能更相信一些 骗过普通人倒是可以 但骗过九岛猎可就不行了 乔治穿过战场 抵达雷欧面前 刚要用子弹 垂直雷欧一摘斗篷 布料化作坚硬的钢块挡在身前 这下他子弹没得用 还被雷欧的武器逼退 同时 干壁谷也对他放出技能 当乔治想反击干壁谷时 发现眼前出现了幻影 这时雷欧的武器落下 关键时刻 蒋辉开枪 暴裂正中雷欧将他打飞出去 干壁谷也被乔治的魔法 拽着长袍摁倒在地 然对视一眼 蒋辉再回头 就发现斯波以惊人的速度 靠近了自己 下意识的警惕 让蒋辉放出大量暴力启动式 等回过神 蒋辉追悔莫及 忘记手下留情了 这样下去 斯波会没命的 水之阵法一开 斯波突然一个翻身 将爆炸逐一击破 他身上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 趁着翻身面的瞬间更换子弹 同时扫射了后方的启动速式 短短几秒的时间 斯波只剩下两枚速式没有解除 这时爆炸响起 斯波被冲击波炸飞 围观比赛的众人心中一惊 蒋辉懊恼 对自己用错了威力而愧疚 殊不知 蒋辉故意利用这波失误 借着余波只冲蒋辉面前 但他身上的重伤也并非作假 斯波的身体开始自动堵起 敌握状态 察觉到蒋辉战斗力下降 斯波身体开始自我修复 于是他一个侧身 顺利在蒋辉身边落地 随后起身抬手 一个响指 巨大的声波在会上炸开 刺耳的电流声 让观众席众人都捂住了耳朵 蒋辉瞬间倒地 斯波的一只耳朵也躺出了鲜血 真有美震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石温自觉的 斯波是增幅了响指声 让蒋辉被声波冲击 丧失战斗力 但真有美问的 确实斯波明明被违规击中了 怎么还能站起来反击 石温自觉的 这可能是增强肉体的鼓舞术 真有美这才冷静了一些 均一感慨 斯波这修复能力 简直害人听闻 箱子让他收着点 斯波可是整个日本仅有的两人 全世界也只有50名的战略级魔法师 不是能随随便便 让他拿去做实验的 而斯波刚才用出的魔法 毫无疑问 是闪念释放 不靠CAD 仅凭记忆在脑海演断魔法 直接无视了启动和独条释放魔法 就算是队内 同样拥有这个技能的柳连 想要对付斯波这反应速度 也得拼上命才行 甘壁骨见斯波打倒了蒋辉 他捂着胸口吃力地站了起来 一咬牙发痕 也要击败乔治 没想到蒋辉会失败的乔治 及时躲开了第一波攻击 面对甘壁骨接二连三的拳套 他被预测了走位 遭到雷精灵正面命中 瞬间失去战斗力倒地不起 三高紧升的队友 朝甘壁骨释放技能 小干本以为要叽叽了 谁知一块黑色钢板从天而降 本以为已经倒下的雷欧居然出现了 他手起刀落 将三高紧升的一人砸晕 米被解码的比赛 顺利拿下冠军 深血感动地直掉眼泪 三人走回去的路上 斯波问雷欧最后那下是计划好了吗 雷欧摇头 刚开始他真站不起来了 蒋辉那一击 简直跟他两年前救人时 被重型摩托撞了一样 不过当时断了三根肋骨 这次还好 甘壁骨脸色嘎白 问他刚才用防御魔法了没 雷欧哈哈笑 光顾着攻击 压根儿忘记这回事了 甘壁骨震惊 肉身接了蒋辉的子弹 再看隔壁 斯波尔摩破裂一致 刚才听懂两人的沟通 也全靠唇语 而他完全不觉得雷欧肉身 解魔头有什么问题 甘壁骨抑郁了 这比赛虽然赢了 但怎么感觉自己好像输了呢 拿下新秀战优胜 第一高离冠军宝座仅有一步之遥 无头龙组合终于坐不住了 要是第一高拿下冠军 他们至少要赔付一亿美金 运气好点直接死 倒霉的会被组织制作成生化人 于是这群人准备派内鬼 在一高即将参加的 幻境摘星上搞破坏 斯波感受到了风雨 越来的气息 下午就是幻境摘星的正赛 参加比赛的学姐 飞速升空拿下头彩 而在比赛场外 柴田特意摘了眼镜 仔细地观察起现场 准备抓出可能会动手脚的人 因为他眼睛的特殊性 甘比谷还特意准备了屏蔽咒 让柴田的监视 显得不那么难受 埃莉卡达去两人有内情 惹得他俩面红耳赤 雷我感慨 这女人可真是坏心眼 结果在这时 比赛的学姐准备寻找落脚点 她的CAD却突然失灵 柴田察觉到不对劲 对方已经从高空坠落 幸好裁判组继续接住 不过学姐也因为惊慌陷入了昏迷 这场比赛只能作罢 这时斯波接到了柴田的电话 确认是CAD出现问题后 斯波让生血去做下场比赛的准备 自己则带着生血的CAD 前往裁判那边检查 果然检查员在看见参赛者是生血后 趁着扫描将病毒混进了CAD之中 可即使他的速度再快 也骗不过拥有精灵眼的斯波 斯波一把拽住裁判的领口 将其棍在地上 质问裁判还有多少内鬼混了进来 面对斯波的逼问 这家伙咬牙不肯说 就在斯波准备动丝形的时候 九岛烈赶了过来 他一看生血的设备确实出现了问题 立刻让人将裁判抓了起来 并好奇地问斯波是怎么看出来的 笑死 生血的设备 是斯波一手研发调制的 自己的东西被别人入侵了 还能发现不了 九岛烈士分欣赏他 约好之后再聊 并要求九岛战彻查此事 万回颜面 斯波返回营地 见不少人露出怪异的眼神打烊他 估计是袭击裁判的消息传出来了 生血毫不在意 反而有些自责地冲了过来 因为他知道 听闻袭击赶过来 没想到居然是魅孔在发怒啊 一时间 营地气氛轻松了不少 众人都被他打去逗笑 因为一高此前的实力 生血在幻境宅行中奋起直追 分数始终还差一些 第一轮结束 生血征得斯波同意 在九孝赛中用出了飞行魔法 要知道 希尔夫上个月才发表了论文 生血居然在这么多观众面前 用出了飞行魔法 众人一边震撼 一边看着他拿下了第二轮比赛的优胜 顺利将赛点摆到了第一高这边 葡萄龙组织见情况不对 决定直接破坏掉九孝赛 他们准备放出生化人 并解除契约术 让对方在九孝赛开启物差别屠杀 至于那些客人会不会闹事 竟然毫不在意 毕竟他们现在 要想办法避免损失 导致组织惩罚他们 可放出去的生化人 刚解除契约 抬手准备袭击路过的男人的时候 对方像是脑后长了眼睛 拧住生化人的手臂 将其摔下了楼 男人紧随气候跟了下来 生化人也是倒霉 第一个袭击目标 就是磨装大队的柳连 摔下去之后 还遇上蹲点的技术干部 甄田 以及少尉 藤林翔子 别说实施计划 差点整个人都被打成肉酱 另一边 生血通过预赛 借着斯波的预示洗了个澡 斯波答应满足他一个愿望 谁知 生血什么都不要 就想让斯波陪他睡觉 嘿 让我看看 是谁小脸通黄了 别瞎想 就是普通午睡 面对妹妹的撒娇 斯波没法拒绝 只是想着 无头龙袭击的事件 这时 睡着的生血 突然抱住了斯波的手臂 乖巧的惹人恋爱 让斯波对妹妹的关心 几乎一处 幻境摘星的决赛 就在当晚 生血觉得精力充沛 准备在开局 就使用飞行魔法 斯波自然是同意的 结果开赛之后 除了生血 别的参赛人员 也使用了飞行魔法 小子等人吃惊 为什么其他学校的学生 也有几个术士了 未来预赛结束后 其他高校一致认为 伊高不正当竞争 结果肖战裁判 会有压力 只好将飞行术士 泄露了出去 真有美觉得太乱来了 这种魔法 可不是刚上手 就能使用的呀 果然那些人 即便拥有了飞行魔法 仍然不是生血的对手 很快已经因为体力透支 触发了希尔福的安全阵落地 斯波看着 生血在天空翱翔的样子 想起其他被害的同学 以及妹妹安静的睡眼 一时间 他的怒意被处罚 他决定报复 无头龙组织 生血拿下冠军 伊高也坐稳了总冠军宝座 就在众人庆祝的时候 斯波却不在现场 生血说他去休息了 实际上 斯波去见了查情报的小爷老师 他带着装备下了车 待小爷老师离开后 斯波才登上了 腾林响子的小车 响子感慨 早知道也问斯波 要点打工费了 另一边 封坚少校见到了九岛烈 这不聊不知道 原来封坚和斯波认识 放弃斯波的掌控权 九岛觉得很可惜 斯波本该和蒋辉一样 成为他们国家 在战场上中流砥柱的一员 现在落到专业手里 就只能做一个斯加保镖 封坚听懂了 九岛烈的意思 是想削弱四叶家的实力 再这么下去 四叶就要凌驾于 十师族之上 成为独裁者了 四叶家实力固然强大 但他们几乎不把魔法师当人 纯粹地将他们当作武器使用 虽然魔法师本来 就是被当作武器开发出来的 但四叶家的用法太离谱了 长久下去 不让魔法师和普通人之间 产生隔阂 风尖叹气 他告诉九岛烈 斯波并不是中流砥柱 人家已经是魔装大队的 重要战力了 并不是他在偏袒 蒋辉和斯波 根本不在一个层级 蒋辉在场上 可以一人抵一个坦克突击团 而斯波却是一人 能抵挡一枚战略级 核武器的存在 他所拥有的魔法 就算施加再多的限制都不够用 另一边 斯波让翔子负责监视自己 两人一同前往了 正对无头龙的高楼 就在无头龙因为计划失败 而无能狂怒 准备想办法杀死斯波打野的时候 斯波已经带着翔子登上了楼顶 他们调查了斯波的背景 一无所获 就在几人疑惑 斯波究竟是谁的时候 斯波对着无头龙基地开了一枪 屋内的生化人 顿时捂着心脏自动燃烧 屋内众人打惊 谁在背后动手 很快 一则电话打了进来 斯波冷漠地告诉着他们 在酒校站承蒙照顾 这次来回礼了 此人大惊 立刻将桌子踢翻 寻找隐蔽点 生化人给出的袭击防卫 就是窗户对着的大楼 其中一人立刻逃降准备反击 随时斯波瞬间击穿他的眼睛 这几个黑帮 要求生化人赶紧解决敌人 却得到了生化人做不到的回答 没等他们动手 斯波先一步 灭了两名生化人 不只是生化人 但有人想要打电话求助的时候 斯波不但掐灭了他们的希望 会再对酒校站出手 同时乌托龙会立刻离开日本 斯波冷笑 是谁给你能谈判的错觉 男人立刻大叫 他是boss的亲信 一定说话算话 斯波问他们boss的名字 男人不敢说 这时斯波开枪打死了一旁的男人 男人终于跪地 说出了他老大的名字 理查德州 笑死了 这道中不息的名字 而这位小孙对外的称呼 居然是周公警 周瑜连夜扛着火车 离开了这个晦气的地方 然而斯波却并没有对他们的手下留情 他们杀没杀人 和斯波没有关系 这伙出手 仅仅只是因为这些人 触碰到了他的唯一感情 祥子知道 作为魔法兵器 被制造出来的斯波 所谓的唯一感情 就是对妹妹的珍重 反而言之 这是个顶级魅恐 男人终于想起来了 这个魔法 是三年前冲绳出现过的 恶魔右手 可等他意识到这一点后 为时已晚 酒校赛最后一天 是正赛的密碑解码 有石文兹等人参加 冠军自然是不会跑了 斯波没去看比赛 而是和魔装部队的人会合 乌托龙的情报 被交给了公安那边处理 如果只是普通的犯罪集团 自然不值一提 但乌托龙 是魔法增幅器的供给员 而制造这样东西的原材料 是魔法师的大闹 虽然封坚等人所在的魔装部队 也算是魔法师实验室 但他们可没有将魔法师 拆分成零件使用 所以斯波这次出手 很大程度上 遏制了这毫无人性的实验 米飞解码正赛的预选结束后 真有美告诉史文字 因为蒋辉被斯波打败 外界人怀疑 实施族不够强大 要求来一场 标榜实施族强大的比赛 真有美并不知道 斯波的真实身份 现在却希望 他能是实施族之一 也就不用再卷入 那些闹剧之中了 史文字想了想 决定自己去解决这件事 下午是密杯解码的决赛 史文字用出的密集方阵 引来众人瞩目 斯波却知道 真正的密集方阵 比展示出来的 还要强大和恐怖 第一高成功拿下冠军 颁奖典礼结束后 斯波没能逃掉晚上的晚会 见蒋辉还在和深雪搭话 斯波上前询问情况 蒋辉这才反应过来 斯波和深雪 居然是兄妹关系 面对大舅子蒋辉 一下子就温顺了不少 见蒋辉欲言又止 斯波同意深雪和蒋辉 一起跳了支舞蹈 蒋辉顿时露出了感激的目光 随后 斯波也和岁香等人跳了舞 这时史文字找到了斯波 询问他是否是实施族的一员 斯波直接否认了实施族的身份 于是史文字问他是否有意 和只有美联姻 斯波拒绝了 他这个年龄可不打算结婚 史文字只好告诉他 战胜实施族未来家族的一条讲灰 这其中代表的含义可不简单 斯波要好好准备了 他离开后深雪找到了斯波 兄妹俩在喷泉下跳了一支舞 算是结束了这次的九孝战之旅 因为日本无头龙支部落网 警方对无头龙剩余人员进行了逮捕 然而在追捕途中晚来一步 残党成功逃离 与无头龙成员周公井会合 哎哟 还是个大帅哥 你脸红了 让我康康 九孝战结束后 普通的校园生活回归 新的学生会重新组建 成员位置更换 深雪成了副会长 小子担任其会长的职责 而斯波最近开始琢磨翠玉露等 炼金术有关的技能 尤其是传说中的闲者之时 深雪纳闷 他该不会是想挑战物质改变 斯波否认 他只是对闲者之时的说法很感兴趣 如果闲者之时能存在 就证明石头内自带了魔法师保存手段 斯波搞出的飞行魔法虽然很便利 但仍然需要魔法师不断施法才能使用 这样一来 魔法师仍然算是工具人 但要有了保存魔法师 结果就完全不同了 这是深雪终于想起来要干啥了 书记灵音 拜托他来找斯波 斯波匆匆赶往办公室 老师见他来了才主动表明 希望斯波能参加秋季的论文大赛 论文大赛 也是针对九所魔法高中开放的比赛 夏季九孝赛五斗 秋季论文大赛就是文征 原本这次比赛 小方准备让灵音 五十里 以及平和三人参加 然而平和在九孝战中设备调食失利 出现了心理阴影状况不佳 于是老师选中了斯波 原本参赛人员是通过论文选拔出来 不过老师将最终选择权交给了灵音 灵音很干脆地告诉斯波 是他自己选择了斯波 其他替补全部被他拒绝了 斯波担心其他学生无法接受这个选择 灵音却摇头 另一位替补他并认可 那位是同在风纪委员的学生 关本 论文大赛正常情况 是一名主比两名副手 负责写和演讲杂体方面的问题 灵音觉得关本的研究思路和方向完全不同 斯波了然 灵音的意思就是他更适合这个论文 而灵音研究的项目 就是重力魔法的热和巨变 现在距离大赛时间只有三周 唯一在研究的这个方向的 也就只有斯波一个人了 灵音自认为看人很准 他相信斯波有这个能力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斯波便点头答应了下来 灵音告诉斯波 这场比赛 魔法大学和各大企业也会来现场 如果有看中的项目 将会被他们收录购买 开赛日期在10月月末 以往的比赛点 会在东京和横滨来回交替 今年选择了横滨国际会议中心 虽然明面上开赛是10月末 但他们要在下周三之前 将论文和所需材料以及设备 交给校女教师 通过教师审核 才由学校发给魔法协会那边 众人知道这件事也吃了一惊 要知道 论文大色的最优奖 最后都会登上 世界最有名的学术杂志 而斯波他们研究的问题 还是加重系三大魔法难题之一 众人还以为是CAD方向的话题 没想到居然是这个方面 深雪有些担忧地看向了斯波 结束聚会后 斯波兄妹回到家中 意外发现 屋内出现了另一个人的痕迹 深雪一见到那人 就厌恶地移开了视线 斯波倒是面不改色地称呼对方 为小白和女士 他让明显不想和女人见面的深雪 先去换衣服 自己则留在客厅和小白和沟通 女人知道自己不受待见 往沙发上一坐 疯了一声 这也不能怪深雪心存芥蒂 她才15岁 亲生母亲去世不到半年 父亲就和别的女人再婚 深雪怎么可能会喜欢斯波小白和 至于斯波待不待见女人 她压根儿没得感情 一般不看 小白和也不委婉 干脆地开门见山 让斯波退学 会到公司继续工作 斯波以深雪的守护者为由拒绝了 小白和冷笑 只要他想离开 四叶家那边 随时能派出别的守护者来 斯波反驳 没有人比我更懂守护身雪 小白和却觉得 斯波是在胡闹 公司可禁不住 让优秀员工出去混 斯波却知道 Flt才从海军那边搞得了一批订单 公司收益至少上涨了20% 小白和被对的说不出话来 掏出东西 想让斯波分析 斯波一眼就看出来 这是穷勾玉体系的圣遗物 他一下就猜出 小白和私下接了复制圣遗物的任务 穷勾玉就是因为 现代技术无法合成 才被人们称之为圣遗物 而国防部提出 这个看似不讲理的要求 实则就是因为穷勾玉中 藏有保存魔法式 虽然还没有证实 但可靠性很高 虽然很诱人 斯波还是不理解 以Flt目前的业绩 完全可以不用汤这汤浑水 而小白和试图利用 斯波的解析能力 斯波答应 但要求物品转移到第三颗 小白和震怒 这功劳全没有了 在一气之下 带着纯歌玉直接离开 斯波让身雪在家中等着 自己驱送小白和一趟 小白和现在没考虑到危险 斯波追上去的时候 就看见小白和被跟踪的人追击了 斯波用术式解体 剖开了对方的防御 抬出两枪放到了敌人 就在他侧开视线观察小白和的时候 一发狙击 洞穿了他的胸口 斯波一翻身 下一秒身体开始自我修复 而地上被击中的俩人 被魔法运走 斯波模拟了中枪的位置 等到狙击手 想再次开枪的时候 斯波比他还快一步 一枪将对方直接分解成了碎渣 他将这次情报交给了封建少校 敌人没有使用魔法 在千米之外狙击 这样的狙击手 在世界也是含有的 调查起来应该不会困难 封建应该已经找到了离开车辆的位置 决定直接调查处理 电话挂断后 身雪换上新的围裙来见斯波 聊起小百合的事情 斯波才说了穷勾玉的存在 这任务对斯波来说很有挑战 一旦成功 就能摸透保存魔法师 甚至可以创造出没有魔法师 也能配备魔法武器的部队 斯波对这玩意儿 能不能军用无所谓 在他看来 仅仅一个魔法保存室 并不能撼动魔法师的位置 但这个技能的存在 对魔法的发动有很大帮助 能够让魔法师 拜托工具人的称呼 所以斯波准备好好研究一番 身雪自然相信斯波能做到 另一边 明威大亚联盟的组织 已经安排了人员 潜入了魔法协会 同时 他们也明威搞到全勾域 准备让大亚联盟的实力 再上升一个阶段 斯波收集资料时 意外撞见了真有美 真有美拜托斯波 多帮助灵鹰一点 这次论文赛的研究项目 对于灵鹰来说 不只是荣誉之争 他想将魔法师 从工具命运中解脱 所以魔法师的热和剧变 是必要的存在 斯波吃惊 没想到灵鹰的想法 和自己一样 在那之后 斯波家中的网络遭到攻击 他掐断了入侵者的源头 转头将事情 告诉给了小野老师 但他不是要调查攻击源头 而是询问 最近有没有可疑的 魔法情报买卖 小野只好告诉他 曾经最近有些 秘密入境的案件发生 斯波又问50里 家中网络是否遭到攻击 两人还没展开调查 魔力和花音就赶不过来 魔力告诉斯波 因为论文大赛即将开始 每到这个时间段 参赛人员 就会遭到间谍的叮烧 毕竟参赛资料和论文内容 都是很重要的东西 但大张旗鼓的攻击电脑 还是比较少见 更需要戒备的 是现实中的袭击抢夺 这个时候 校内会对成员提供保护 花音暂时保护自己的未婚夫 人音那边有成员 至于斯波 以他的战斗力 估计不需要任何防护 魔力之前 刚刚说完 当天下午 斯波就察觉到了视线 花音立刻追了上去 监视斯波的少女 拔嘴就跑 虽然被武士里 扣住了桃医的车辆 不过这车经过改装 一开加速 就整理了魔法阵 桃匠的女生 正在耳熟 真才发现 那个协助他们任务的女生 要报复的对象 正是斯波打野 于是他们决定 利用女生对第一高下手 等斯波返回学校后 柴田才说 最近他感觉到有视线 落在学校上 让他感觉十分的难受 不过也有可能是错觉 干屁股摇头 这不是错觉 他也感觉到校内的精灵有异动 恐怕不是本国的术士 在监视他们 另一边 负责调查大亚联盟的两名警察 因为对方脚底抹油溜的太快 他们决定掌握情报商 搞一波出其不意 斯波负责的论文也到了后期 一行人聊到一半 对内比较敏锐的几人 察觉到有视线 斯波便说 去咖啡厅休息一下 进了店内落座 千叶和雷欧借口有事出去一趟 干屁股也拿起笔 在纸上画起了术士 斯波让三人动静搞小一点 别闹太大了 门外 埃莉卡和雷欧 一前一后堵住了跟踪的间谍 对方想装作被人袭击 然而干屁股的术士 封印了周围的声音 剑躲不掉了 男人主动动手 他的手段非常狠辣 每一招都是冲着致命点去的 雷欧被一脚踹在墙上 埃莉卡被匕首 逼得连连后退 就在这时 雷欧爬起来 在男人攻击埃莉卡的时候 出其不意的一拳 将他击倒在地 这手下的人 摁着也不像是机械改造的 雷欧身上有四分之一的 研究室改造基因 两人并不打算要他的命 请问他的技术是什么 男人投降 说自己叫吉尔 身份不能说 但不属于任何国家机构 他的目的是防止先进魔法技术 从魔法高中生手中 被东侧窃去 假如这种情况发生 他会立刻抹杀他们 留一遍猜 他是西侧来的人 这时 吉尔突然投降威胁两人 并告诉他们 现在伊高 已经被东侧的不少舰铁盯上了 该说的他也说了 有枪在手 吉尔威胁两人打开结界 走之前还提醒他们 就算在学校也要注意内鬼 说吧 他丢下烟雾弹转身离开 另一边 翔子在咖啡厅 接触了两名警部 他知道其中一人 是千叶家长子 千叶兽和 翔子本打算 从他手中弄点情报过来 结果四波的电话打了过来 因为埃里卡三人对吉尔出手 需要翔子来删除监控摄像 而就在翔子调查监控的时候 吉尔逃进了小巷中 他察觉到有人在跟踪 一回头就看见一个标情大汉 出现在身前 这人他认识 是大雅联盟的铝钢虎 没等他反抗 大汉已经捏断了他的手臂 一闻劲就杀了吉尔 随后 他面不改色地丢下 烧毁尸体的纸张 转身离去 关于重力系热和巨变的实验 在四波的调试下顺利完成 因为这次测试 是对向的学生公开的 实验成功后 围观的人群 顿时发出了惊呼 眼见了沙耶香 却发现有人在秘密记录情报 把尾边的少女拔腿就跑 沙耶香四人立刻追了上去 同样被欺骗过的沙耶香 深知间谍是在利用他 等到后悔就来不及了 他苦口婆心地劝导女生远离骗子 时知对方否认自己被骗 并表示自己 并不希望从那些人身上获得什么 随后 他抬手放出武器和催泪瓦斯 同源和沙耶香后退一步 匆匆赶来的艾雷卡护住俩人 雷欧上前一个飞扑 将少女砸晕在地 昏迷的女生被送往了衣物室 花音拜托老师盯紧她 一有情况 就立刻通知自己 带着雷欧转身离开了会场 走出去半路 艾雷卡突然眼神严肃地问雷欧 接下来 有没有空陪她去个地方 雷欧健壮点点头 官本虽然留下了 眼神却不自觉地朝桌上数据上票 明音上前关掉了数据 并对她进行言语警告 官本正在皱眉离开了现场 花音和五十里 接到医务室的老师通知 那鬼少女醒来了 两人匆匆赶过去 这才知道 少女的目的并非窃取情报 而是改写程序 让眼神用的装置无法生效 她知道斯波的能力 绝对能修好设备 但她就是想让斯波出丑一次 吓一吓她 五十里就说此人 看起来有些眼熟 原来 她是平和小春的妹妹 平和千秋 千秋觉得九孝战中 是因为斯波没有救失利的选手 才导致 负责调试装备的姐姐失去自信 五十里摇头 如果斯波有错的话 没有发现情况的 所有设备组成员 都逃避在牵连 千秋却激动地认为 斯波肯定看得出来 和她合作的那些人也这么说 她妹子 长点脑子吧 合作的人知道这件事 你就完全不考虑 是合作对象中的手吗 千秋一激动 什么好得停不进去了 一会是老师还没见过 大脑被僵尸吃掉的案例 但俩人先回去 准备将千秋转到医院 吃至脑子 而另一边 埃里卡告诉雷欧 现在有不少内鬼盯上了学院 尤其是斯波 她不打算做以待毙 一定会插手这件事 动脑子的事情 由斯波做真不用担心 雷欧自然表态要参加进来 于是埃里卡有意 将她培养成反击组 她看得出来 雷欧的步兵天赋十分强大 奈何缺少必杀技在身上 埃里卡这次约她出来 就是为了传说她一招必杀技 另一边 其他人也知道千秋找麻烦的原因了 一直认为千秋的行为是迁怒 欢迎考虑 让千秋的姐姐去劝导她 斯波却拒绝了 虽说俩人是姐妹 但做了坏事的 也不是姐姐 何必牵连对方 况且最近盯着她的 原来不止平和千秋一人 没错 大亚联盟boss陈 正在秘密会前抽攻击 他们也知道了千秋翻车的事情 周公瑾毫不慌张 他没有对千秋 透露一丝关于他们的情报 反而还通过他 拿到了不少别的资料 第二天 斯波等人在吃饭的时候 最详想突然问起 埃里卡和雷欧去哪了 和这两人一起请假休息后 他的八卦心 一下就直愣起来了 有了碎香这么一说 柴田和干壁谷想到一块去了 两人对视一眼后 小脸一红 史实正如两人所想那般 断炼后的雷欧想洗个澡 并不知道埃里卡就在浴室等她 推开大门就走了进去 眼福不浅的同时 吃了个大嘴巴子 埃里卡传说的技巧 是将布划作刀刃使用 但布料不可以出现褶皱 原本雷欧在九效战 用布盾十分熟练 怎么到这里这边的困难呢 埃里卡在考虑 要不要去找斯波商量 但雷欧却不赞同 麻烦了好友 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同时 干碧骨也参加了 学校警卫队的训练 由石温最作为指导 干碧骨是唯一一个 能用出技能跑路的 训练结束后 他被学长挽了在会场吃饭 柴田亲手送上了饭团 他就坐在干碧骨身边一起吃 两人都对彼此有些好感 期间碰个小手也是面红耳赤 一副恋爱的酸臭气 惹得会场中人咬牙切齿 被视线注视的柴田也害羞 拔腿就跑 结果脚下一滑 朝前摔倒 干碧骨赶紧搂住 手却摸了不该摸的地方 柴田掌红了脸 把腿冲出了道场 这时女生们一等干碧骨 愣着干嘛去追啊 干碧骨赶紧冲了出去 不小心和一名学生撞在了一起 他道歉后 匆忙地追着柴田跑去 九重老师提醒斯波 搞来的东西早点还回去 他们已经被人盯上了 出于师徒情 九重暗示兄妹俩人 遇上敌人之后 千万别搞错方位了 果然 在俩人前往FLT的路上 斯波就发现了跟踪的痕迹 同时FLT也遭到了实验室攻击 只是对方的用意 让牛山搞不清楚 斯波赶到FLT以后 攻击就停下了 跟踪两人的鸟也飞到了屋顶 斯波一抬眼 跟踪鸟瞬间破裂 大亚联盟的人知道 斯波带着穷勾玉去了FLT 这次攻击的意图 就是让斯波 别将剩衣物放在实验室 当然 他没弄从实验室搞的东西 只是会变得很麻烦 另一边 得知周公紧要去见卧底 大亚联盟的人决定 将平和千秋先弄死 同时 斯波接到了千秋姐姐的电话 知道真相后 这位学姐赶紧给斯波道歉 并且将千秋最近的通话记录送了过来 染上下雨 斯波决定前往实验室测试机器 不久后 东西将被移交到学院那边 没想到进入实验室后 斯波就觉得眼前眩晕 察觉到 有人用出了催眠瓦斯 还挽拒了机器人递来的面具 打开了通风系统 通知了救援人过来 过来一会儿 官本来到门口 他小心推门进去 剑斯波趴在操控台上睡着了 于是官本将机械堆积在操作台上 身后的花音将其带了个正着 官本谎称自己是来备份的 可惜 他的装备却是黑客采用的 剑斯波根本没有昏迷 意识到上当的官本立刻想用魔法 然而一个交手 就被花音的震动魔法放倒了 另一边 魔力和恋人千叶修辞见面 一位女友的缘故 修辞主动承担起这次护卫的任务 就在两人寒情默默对视的时候 周公锦带着花上了四楼 准备探望平和千秋 大雅联盟的吕刚虎 给他现一步到了现场 见对方来势声凶 周公锦反手 按响了旁边的警报 下方两人回过神 意识到这是防暴警报 飞快朝楼上跑来 吕刚虎见状 想去撕扯并放大门 但是防暴门不拽动 他根本无法撼动 此刻 千叶修辞已经杀到眼前 他一眼就认出了对手 是号称食人虎的铝钢虎 对方也认出 他是千叶家著名的剑术天才 然一交手 修辞挡住了铝钢虎的攻击 对方全拳倒肉 修辞为了寻找突破口 一刀落下去的时候 放弃了防御 手腕被铝钢虎重伤 但对方伤得也不轻 好在魔力及时赶到 两道缝人刮出 铝钢虎剑打不过 转头抱住一旁的吊灯 跳了下去 带着伤口狼狈地离开了医院 同时斯波也将 今天录下的 关本的视频 交给了翔子 让魔装部队那边 准备好收尾 翔子联系了千叶警户 正是对藏在背后的狐狸下手了 另一边 铝钢虎回到基地 BOSS告诉他 关本已经被抓了 先放弃千秋的事情 处理掉关本薰 斯波申请去探查关本 华音一口否决 先不说斯波天生惹麻烦的体质 比赛当前 他还往麻烦事上凑 这不是给大伙找事吗 魔力倒觉得无所谓 明天 他也要去探检关本 让斯波到时候跟着自己 斯波点点头答应了下来 华音也不好 再说拒绝的话 同时 周公锦找到了平和千秋 通过暗事类的魔法 删除了千秋 将和他见过面的记忆 魔力带着斯波和真有美 前往监狱 后者在隔间查看那部情况 而魔力则通过气息 操控了关本的意识 让他自己坦白了 做间谍的目标 对方是为了探查 斯波身上是否有剩遗物 真有美吃惊 怎么又是你斯波 这是 屋内的警报突然响了 三人冲到走廊一看 铝钢虎居然大摇大摆地 冲进了监狱 面对这个伤了自己男友的家伙 魔力气不来一出来 抹除自己的武器 站到了最前方 斯波则被他赶去保护真有美了 魔力甩开剪锋 直冲铝钢虎 两人打得你来窝望 真有美在后方释放兵主 替魔力打掩护 铝钢虎则趁机踩在墙上 飞快地跳到了魔力身后 无视真有美和魔力打的攻击 目标直指中间的斯波打野 然而他横冲直撞的猛攻并不起效 被斯波的防御挡下 不但撕裂了自己的伤口 魔力的刀也从空中落下 骑刷刷插入李刚虎的两边肩膀 牛逼轰轰的食人虎轰然倒地 属于是 BOSS看完打斗 都要骂一身2比1的程度 当晚翔子将消息告诉斯波 他已经和千叶警部联手 端了大亚联盟的窝点 不但对方的BOSS臣已经逃走 好在斯波等人抓住了李刚虎 只是 剩一物情报的泄露是从军方丢的 于是被军方支付过金钱的军火商 被挨个盯上了 箱子让斯波后天的比赛加油 电话挂断后 斯波躺在沙发上休息 深雪担忧地走了过来 然而看着斯波的面容 深雪越凑越紧 这时斯波一动 他就跌进了斯波的怀中 这下好了 深雪惊得把腿就跑 回到房间才意识到 自己差点亲上去 斯波误以为深雪是在担心自己 于是捧着妹妹的脸安慰他没事 当晚 深雪激动地在床上板来板去 哇 是骨客诶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小白抱干对一号机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大雅联盟的陈逃到了周公瑾那里 他想拜托周公瑾 帮忙救出旅刚普 分明是第一个锤箱警报的周公瑾 此刻却好像无事发生一般 悲笑地答应了陈的请求 但条件是 陈在之后对横冰动手 绝对不可以波及到中华街 第二天就是论文大赛 雷欧和埃里卡特军一周 就是为了能在比赛开始前 魔法协会 结果却被他告知 事情已经结束了 两人大事所望 特训白告他 斯波却宽慰二人 虽然人已经抓到了 但之后还是有个防备也好 到时候比赛 他们就坐在观众席上 要是现场出现什么意外 作为观众出手也不是不行 甘鼻鼓和柴天一听 决定也加入安保小队 另一边 灵音带着行部去见了品和千秋 他告诉千秋 斯波不会在意他的小手段 别说博取好感 或者要恐吓威胁斯波 他从来不会对小人物 基于任何眼神 初音知道千秋与斯波是同一届 当初用学考试 斯波比试碾压第二 以众人遥不可及的高分 进入了第一高 而千秋 就是那名被碾压的第二 灵音劝导千秋 既然有能考到第二的能力 为什么不用在对的地方 灵音和斯波搭档了这段时间 发现斯波在硬件上 并不是很擅长 他推荐了千秋 往那个方向走 也算是超越了斯波 千秋果然被说动 等到灵音离开房间后 刑部发现 他的情绪不对 灵音摇头 只觉得自己说谎有些难受 校方下达的命令 无论如何都要挽留千秋 让其以技术人的身份 留在第一高 同时 乔治等第三高的学生 也来到了横滨 当晚千叶警部 邀请翔子吃完饭 美其名曰 感谢他在抓捕行动中 提供的帮助 翔子反问千叶 明天有没有空 还没等人惊喜一下 就听翔子说 要去给好友打气 让千叶警部 明天早上八点 在横滨的国际会议中新建 可以的话 记得带上下属和武装设备 千叶惊奇的表情凝固 他还是知道 撩妹和任务哪个更重要 第二天 小爷老师来到会场 发现翔子 就用斯波的休息室 他通过设备 查到了对方的身份 翔子对外 是军部的技术军官 以斯波在九线站的成绩 他找对方有充足的理由 而翔子来 是为了告诉斯波 他的新作战装出来了 另一个是提醒他的身学 间谍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翔子摆脱身学 一旦出现意外 不能再隐瞒斯波的能力 就需要身学解开 对斯波的封印 会场内 埃里卡看见自己 傻不拉击的大哥了 而斯波兄妹见到了奖徽 她以护卫队的身份 参加了联合几回的工作 而她身边的学生 是第一高的十三术 身学礼貌的和两人打招呼 十三术惊喜 没想到身学 记得住她的名字 随后斯波带着妹妹 前往会场 埃里卡和两人打招呼 他们注意到 前排的干壁骨和柴田 那叫一个秘力调油 翔子也发现了 小野老师的关注 两人一个是电子魔女 一个是游灵小姐 都是有名的黑客 翔子告诉小野 自己不会向警示厅 透露小野的身份 不过小野最好不要探听 她和斯波背后的关系 小野猜测 她和斯波的联系 可能是防卫省 更或者是军部 离开的翔子 转身进入了包间 这时 封肩少校地来警报 吕刚胡在压损期间逃跑 翔子顿时就是一愣 不过 好在军方的武器 已经在实验中 能立刻投入到会场使用 另一边 刑部和同源告诉石文字 关本的审问出来了 他被有些人洗脑操控意识 盗写了资料 石文字察觉到风雨 欲来的息息 再加上最近 场馆附近多了不少外国人 周边能感受到 若有若无的杀气 石文字稍作思考 让所有警备人员 换上防弹衣作战 下午两点 会场开赛 干鼻鼓和拆田 都没发现特殊情况 等到一高的项目正式登台 重力核聚变 引起下风的惊呼 由灵音负责演讲 斯波在后方调配设备 武师里负责在台上做演示 三人顺利将核聚变的项目 展示完毕 外部 大压联盟已经播好了局 等灵音等人完成了演讲 下一个 就是三高的项目 乔治一眼就看出斯波 在这场实验中是技术大达 并表示 三高这次的项目 绝对不会出别斯波 使之他刚上台 会场一阵动摇 来自外部的袭击开始了 低高的演讲 刚结束那会儿 鬼堂外部的管制大楼 被满载炸药的无人车辆袭击了 千叶警部接着电话 第一时间赶往了管制大楼 而横滨港口的轮船 同一时间发射了炮弹 千叶立刻给家里打通电话 申请将自己和艾莉卡 战斗用的CAD运送过来 此刻 爆炸的震动还未停下 深血愣了一下 斯波已经意识到情况不对 有人在入侵会场了 这架势 恐怕是国家击毕的机构 在搞事情 下一秒 侵入者破门而入 乔治刚要反击 对方抬手就是一枪 击碎了他后方的墙壁 面对杀伤力如此之大的枪支 警备队只好先放下攻击 这群人见斯波 还没放下CAD 就冲到他面前 威胁斯波放下武器 斯波却指于侧头 赶制了楼泪的敌人 对面的家伙已经开枪攻击斯波了 随着斯波张开手掌 就分解了子弹 吓得男人连开竖枪 就是一枚子弹都没打中 男人箭打不赢 直接抛下枪 开始对斯波使用肉搏斩 斯波面不改色 抬手斩断男人的手臂 伸血上前 替斯波擦拭了血迹 会场众人健壮 意识到能反击 纷纷冲下来压制住敌人 场内的骚乱被平复下来 埃里卡等人问他情况如何 得知场外还在交战中 众人决定先解决场外 让会场内的人撤离 乔治却突然叫住斯波 问他刚才那一招 是不是分子切割 那可是美军陆战队长的绝招 他为什么会用 斯波一听还好 大批人员在袭击港口 此时 灰场内虽然解决了危机 但人心乱成一团 真有美叫做小子 拜托他使用情绪模仿 责任由他来承担 小子犹豫了一下 召唤出了弓箭 他拉动弓箭后 能控制情绪的光环 在半空张开 灰场众人才冷静下来 带由真有美登台指挥 并且提供了避难和逃走的通道 真有美将指挥 伊高的行动权力 交给了小子 另一边 斯波拽住门头往前冲的雷欧 他让身雪使用魔法 冰冻住武器 一次性搞定分散的敌人 但这需要斯波提供魔力 两人牵手的瞬间 身雪就冻住了枪塘的子弹 斯波冲了出去 几乎成了战场的抽割机 每次抬手 都能收走一条性命 阿里卡和甘比库紧碎其后 打得敌人潰伍成一军 远面后退 斯波手段干脆利落 虽然人被逼退了 但他还是决定 找个地方拟金计划 最好是能查清楚 目前是他的情况 于是北山开口了 会场内有国际会议专用VIP室 他作为北山采发家的孩子 跟着附近去过几次 知道密码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随着地图被打开 横斌的惨状被众人收入眼底 目前的状况 确实是撤离避难比较好 斯波观察了地图 放弃了从地下离开 准备从地面前往避难所 但在离开之前 斯波打算先去后台 销毁实验数据和设备 结果一行人赶回去 发现只有美等人 也在消除数据 都是小子会长 带着一高走地下通道去避难了 斯波一愣 将地下通道不直达 可能会遭遇 正面对敌战的消息说了 刑部和泽木等人 脸色一下能看 立刻掉头 去追撤离的学生们 而石文字 则带着同源 前往会场外部检查 斯波等人也开始删除数据 准备忙完后 回会议室 商量接下来的计划 此时 外面的人也接到了指令 准备袭击会场 删除了资料 主人正在思考下一步怎么走 目前港口被占领 陆地也有大量敌人出现 派来救援的船只 根本做不下太多人 而这些人的目标 恐怕是隔壁的魔法协会 那里存放了大量的魔法情报 他们无法登船 只能先局避难点 这时 魔力接到刑部的电话 正如斯波所说的那样 一高撤离的队伍 在地下通道遇到了敌人 所幸 来的人并不多 只需要一定时间就能赶走 而就在一行人思考 如何撤离的时候 斯波突然回头看枪后放 主人见他 突然对着墙举起了枪 正如美立刻打开了探测眼 会场外 一辆满载炸药的车直冲这里 斯波只是开了一枪 那车辆瞬间化为灰烬 车上驾驶员摔在地上滚了一大圈 正如美大惊 还没问出这魔法 腾林祥子突然推门而入 通一时间 外头的石文字 看见了车辆的灰烬 附近的船只发射了炮弹 石文字刚要放出魔法抵挡 这时旁边有人用超声波炮 提前挡下 石文字认出来了 来人是101独立魔装部队的真田 一行人进入会议室内 这时翔子对着斯波敬礼 称其为特位 众人都是一愣 石文字在见到封肩少校后 也算是明白发生什么了 封肩对众人解释 已经有部队在赶往横滨 而目前的战局 需要斯波特位出战 战斗服务已经放在外面的车厢内 翔子告诉众人 斯波的身份需要保力 并且接下来 他将担任众人的安保 临走前 深血浇出斯波 当着众人的面 在斯波额头上落下一本 随后庞大的魔力 从斯波身上扎开 他这一本 竟然解除了斯波身上的封印 不行 真的好诉 斯波作为陆战部人形武器的身份暴露 另一边 蒋辉将第三高的学生们保护得极好 到底是上过战场的人 一枪抱个人 还是没问题的 但其他在摇篮中长大的学生 都十分恐惧蒋辉的手段 同一时间 一高车里的部队也遭遇了袭击 十三树在前方挡着攻击 这时刑部等人赶了过来 阻止了十三树 想要继续追击的行动 解决了敌人 一高继续向避难所的方向出发 然而就在众人 即将进入避难所的时候 带队老师发现地面有东西落下 他高呼一声 支撑起落下的废墟 这才让众人成功通过了通道 十三树顺势拉起 呆坐在地的平和千秋 此时 会场内的石温子 并没有跟着翔子撤离 作为石师族内 石温子未来的家主 他决定承担责任 一同赶往地铁站 半路敌方的机械突然袭击 没等翔子出手 深雪和真有美已经冻结了机器 然而前往避难所的洞口已经被封闭 干鼻鼓通过精灵 确认了下方的学生没问题 虽然松了一口气 但他们也失去了 唯一进入避难所的通道 现状 真有美和北山决定联系家族 申请直升机来救援 翔子本想保护住人撤离 这时千叶紧不赶了过来 主动承担起保护市民的责任 翔子心未点头 顶部哼哼一声 这才拿出了艾莉卡信心念念的武器 另一边 斯波在封肩和真田的护送下 换上了军部最新研制的黑色战甲 这套设备在斯波原来的基础上 又添加了好些军部最新的研究 飞行魔法则被安装在了腰间 所以斯波倾除腰带就能原地起飞 他本打算去和柳生等人会合 然而刚上升到半空 斯波就和敌方的无人侦察机对上视线 他一个提速瞬间脱离无人机视野 随后 斯波在半空中开枪 直接分解了敌方的无人机 敌人还没反应过来 紧接着又有两架无人机在半空爆炸 下方 蒋辉和乔治解决了敌军 斯基人两人快上车 蒋辉挽拒了乔治的呼喊 决定独自前往魔法协会 乔治以为他是担心车上同学的接受不了 而蒋辉却摇头 同为实施族一条家的下人家主 他的责任就是帮助魔法协会稳固 乔治一心追随蒋辉 却被蒋辉委托 照顾好三高的学生 另一边 蒋辉美和北山申请的直升机 还有20分钟才能抵达 好在周边还有不少人抵抗敌人 一年级众人摆平了第一波袭击 二年级那边也不甘落后 伪魂组以及小情侣组 联手千叶警部 将攻过来的敌人一一击退 斯波已经抵达了柳生那边 通过他们找到魔法增强器 确认了这次发动攻击的势力 正式打压联盟 斯波想了想 决定先支援普通市民撤离 正好直升机进入了横滨内部 北山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看见直升机后方出现大量魔法虫 北山立刻发动魔法 然而那些魔法虫根本无法阻断 好在关键时刻 斯波带着魔装部队赶到了现场 众人上了飞机 只有美隔着窗户给斯波做了个鬼脸 斯波目送一行人离开 挥手将想忌毁飞机的敌人分解 千叶颈不吃惊 这来去匆匆的家伙究竟是谁 另一边 魔法邪后的成员 面对铺天盖地的怪物产生了退役 这时 换上装甲的石温子赶到 一身振臂高呼 其余魔法师 见他战斗力强 纷纷激动地返回战局 蒋辉也杀到了横滨中华街外部 那边藏了不少敌人 他一抬手 直接将几人全部考树 找到了在背后十加换树的男人 开枪将其瞬间击毙 此时 正在和敌人战斗的一年纪 被匆匆赶到的真由美等人 放下绳索 悄悄带走了 碎香释放了光学魔法 给直升机 伪造了一身土名装甲 二年纪异性人也在战斗中 就在童原击倒敌人 准备隐蔽的时候 从天而降的兵柱 贯穿了敌军 花音接到了真由美的电话 一群人刚刚会合 童原察觉到后方有人袭击 他将杀一箱扑倒 武师利也回头 护住了自己的未婚妻 童原挡不住大量的子弹 被其中一颗打断了腿 武师利背部中枪 他通过引脚CAD复活了武师利 并且轻松修复了童原的断腿 斯波看出身血对杀人有愧疚 安慰他做得不错后 便转身离开 横边的地界上出现了大量坦克 由斯波指挥的魔装部队杀到现场 面对这样一群魔法师 坦克队毫不犹豫地发射了炮弹 光图以火力压制斯波这群队伍 然而斯波以强洞穿了指挥的坦克 不费吹灰之力 就将队友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 与他对战的敌人终于认出来了 斯波就是此前冲绳战役中出现的摩西手罗 大量联盟直呼不可能 此时他手下的人溃不成军 纷纷后退 就连魔法协会那边的人 也在石文字和蒋辉的追击下 躲进了横滨的中华街 却被周公锦反射给扭送了出来 另一边 武师利等人登上飞机 正处于震惊的状况中 要知道他刚才和同源可是真的重伤了 斯波这一手魔法究竟是什么 就算是治愈魔法中 也从未听过如此害人的存在 深血就没解释 斯波的魔法叫重组 可以读取伤着24小时内的状态 并且将损坏的人回溯复原 达成治疗的效果 几天吃惊 也就是说不管受了什么伤 斯波都能一次治疗完毕 深血摇头 不是一次而是瞬间 而且复原的对象并不只是人类 还有各种物品 正是因为他的魔法实在太过强大 大脑被大量数据占据 才用不出更多的魔法 只有没等人这才了然 像深血神色忧虑 主人便纷纷安慰他 斯波片刻也没关系 有这样强大的魔法 能救那么多人 没理由要隐藏身份 深血缺摇头 这样逆天的魔法 怎样是要付出相等的代价的 比如体验伤者的所有痛处 而恢复的越快 伤者的疼痛 就会以成倍的代价返还给斯波 这也是深血 不太愿意让斯波暴露身份的原因 另一边 大雅联盟带着铝钢虎 直冲魔法师协会 飞机上的柴田 瞬间感觉到了不祥的气息 宛如野兽一般 令他喊猫树气 甘比谷立刻用精灵 观望下方 就见铝钢虎咆哮一声 身上浓烈的杀意涌出 冲上前就是一拳 将注射的警部重创 甘比谷立刻告诉众人 下方有嫡系 只有美决定暂程撤离 带着一飞机的魔法师应战 魔力作为主攻手 引得铝钢虎震怒 雷欧和艾莉卡 在这个时候上前攻击 铝钢虎只好先应付两人 面对雷欧的攻击 他一拳将其打飞出去 这时 艾莉卡的大刀也落了下来 铝钢虎扭身躲过 一拳正中艾莉卡 他也倒飞了出去 这时魔力已经靠近 身上的气体被铝钢虎吸入 他眼前一花 只有美再次对他用处冰柱 铝钢虎刚挡了一下 下一秒 竟因为魔法遏止了呼吸 亮枪倒地 同时 指挥的boss进入了魔法协会内部 身雪早已等候在这里 此前 被师傅九重提醒过 战斗的时候要注意方位 于是身雪拿出了最强的警惕 果然破了来人的术士 得知此人就是boss 身雪一抬手就动止了对方 当然 并没有杀死 而是将这家伙短暂封印了起来 另一边 斯波一众魔装部队 打起来直线坦克 彪悍的战斗力 成功将敌军逼退 就在斯波准备直接将敌军舰队击沉时 翔子立刻打来通讯 大亚联盟的舰队 使用的燃料 对东京湾有严重破坏性 封坚决定 先让敌军舰队离开 这时 陆地扫荡的部队赶不过来 强子看了一眼敌方的方位 觉得这个时候应该不会影响海域 于是封坚解锁了特殊武器第三眼 真田亲自将大局交给了斯波 封坚同意他使用战略级魔法 质量散爆 斯波点头站在港口 架枪面对敌军的战舰 此时逃走的舰队队长问下属 日本方便追过来了吗 下属摇头 估计日本那边担心舰队燃料泄漏 只会冷笑 担心环保放走了敌人 太可笑了 殊不知 斯波已经将枪口对准了舰队 下一秒 质量散爆 瞬间吞灭了整艘战舰 巨大的爆炸 引来了所有人的关注 连蒋辉都被辞警震在了原地 这次爆炸 直接将舰队分解 不但无污染 甚至因为瞄准精确 连海啸都没引起 这是祥子接到命令 大亚联盟组织了军舰准备进攻 斯波等人立刻进入战斗准备中 深雪接到了四叶真夜的通讯 他见斯波不在 眼摇头感慨 斯波又抛下了妹妹 真夜其实并不在意 因为深雪是压制斯波的开关 而这个开关 只能由深雪选择打开或关闭 斯波却没有主动解除的机会 真夜这次来是通知深雪 过段时间兄妹俩一起回四叶家 另一边 风间接到消息 大亚联盟的海军已经压尽 遗憾的是 他们的海军还在集结中 所以上头决定 动用空中战力和陆地战力对敌 而为了不让日方处于被动状态 于是上层下令 要求使用战略级魔法 质量散爆 通过卫星精准制导敌军舰队后 斯波隔着屏幕一枪下去 巨大的黑洞 瞬间吞灭了整个海上舰队 顷刻间 海军舰队便全部遭到分界 而从这一天开始 史学家们正式将魔法定义为决定胜利的关键 魔法是这一种族 才终于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苏 太苏了 如果我的脚下没有扣出三十两天就更好了